解放前夕 于南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当 至少于南认为 他是上了胡小姐的当 他们俩究竟谁亏负了谁 旁人很难说 常言道 清官难断家务事 何况他们俩中间 那段不清不楚的糊涂交情呢 于南有一点难言之苦 他的夫人婉英 实在太贤惠了 他凭什么也没有理由 和他离婚 他实在也不想离 因为他离开了婉英 生活上诸多不便 简直像吃奶娃娃 离开了奶妈 可是世风不古 这个年头 还兴得一妻一妾吗 即使兴得 胡小姐又怎肯做妾 即使婉英愿意大做小 胡小姐也绝不肯相容啊 胡小姐选中她做丈夫 是要她做个由她独占的丈夫 她深知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 所以要及时找个永久的丈夫 做正式夫人 在她的境地 这并不容易 她已到了小姐之称 听来不是滋味的年龄 她做夫人 是要以夫人的身份 享有她靠自己的本领和资格 所得不到的种种 她的条件并不苛刻 只是很微妙 比如说 她要丈夫对她一片忠诚 一头顺脑 一切听她驾驭 她呢 却不能是草包饭桶 至少在台面上要摆得出 够得上资格 她又不能是招人侵慕的才子 也不能太年轻 太漂亮 最好 是一般女人看不上的 她又得像精明主妇雇佣的老妈子 最好身无贝垒 心无挂牵 胡小姐觉得 于南具备她的各种条件 胡小姐 为当时一位药人 他们称为老板 津贴的一个综合性刊物组稿 认识了于南 于南留过洋 学贯中西 在一个杂牌大学授课 虽然不是名教授 也还能哄骗学生 他常在报刊尾巴上 发表些散文 小品之类 也写写新诗 胡小姐 曾请她为老板 写过两次讲稿 老板说 于南 稍有才气 就学底子不深 笔下 还通畅 她的特长是快 要什么文章 她摇笔即来 老板今天的刊物 后来就由她主编了 她不错诗时机 以主编的身份 结交了三鹏四友 吹吹捧捧 抬高自己的身价 她捧得住饭碗 也识得风色 能钻能挤 这几年来 有了点名气 手里呢 看来也有点积蓄 相貌 说不上漂亮 还平平正正 人 也不脏不臭 个儿不高 正开始发福 还算得中等身材 说老实话 这种男人 胡小姐并不中意 不过难为她一片痴心 又那么老实 她有一次发乎情 而未能指乎礼仪 吃了胡小姐一下 清脆的耳光 她下跪求饶 说从此 只要把她当神仙 膜拜 好在神仙 可有烦心 道不比真烈的女人 胡小姐 很宽容地 任她亲密 直到她情不自禁 才退开说 不行 除非咱们正式结婚 于南才四十岁 比胡小姐 略长三四年 她结婚早 已有三个孩子 两个儿子 已先后考上 北平西郊的大学 思想都很进步 除了向家里要钱 和爸爸界限画得很轻 女儿十六岁 在上海一个教会女中上学 已经开始社交 婉英 是容易打发的 胡小姐和她很亲近 曾多方试探 拿定她 只会乖乖地 随丈夫摆布 绝不捣乱牵制 于南可以心无挂虑地 甩脱她的家庭 可是 于南虽然口口声声地 说要和胡小姐正式结婚 却总拖延着不离婚 胡小姐 也只把她捏在手心里 并不催促 反正 正选的人 已经拿吻了一个 不妨再观望一番 好在 于南有她的特点 不怕给别的女人抢走 于南非常精明 从不在女人身上 撒慢使钱 胡小姐如果谈起 某个馆子 有什么可口的名菜 她总说 叫婉英给你做个尝尝 婉英得老太太 传授一手的好烹调 于南又是个精于品尝的专家 她当了刊物的主编 经常在家请客 这比上馆子 请客便宜而效益高 她不用掏腰包 可以向刊物报销 客人 却就此和她有了私交 好像不是刊物 请客足稿 而是于南私人请的 并且由她夫人亲手 烹调的 胡小姐有时高兴 愿意陪她玩玩 看个电影之类 于南总沿着脸说 看戏不如看你 当然 看戏 只能看戏里谈情说爱 远不如 意味着胡小姐 诉说钟情 不过胡小姐 偶尝请她看个戏 或吃个馆子 她呢 也并不推辞 因为 她常为胡小姐修改文章 或带笔写信 胡小姐请她 也只算是 应给的报酬 有一次 胡小姐请她看戏 散场出来 胡小姐觉得饿了 路过一家高级西菜馆 就要进去吃晚饭 于南觉得 这番该轮到自己做东了 推说 多吃了点心 为离宝们 吃不下东西 胡小姐说 我刚听见你肚里 咕噜噜地叫呢 一面说 就昂首 直入餐馆 于南少不得跟进去 只是一口咬定 肚里作响 是有机智 吃不进东西 她愿意陪坐 只叫一克西菜 让胡小姐 独吃 胡小姐点了店里 最拿手的好菜 上菜后 还只顾劝于南 也来一份 于南坚持干培 只是看着 讲究的餐具 急得 身上冒汗 闻着菜肴的香味 馋得口中流言 兴起账单 未及送到她手里 胡小姐 抢去自己付了 胡小姐觉得 她攥着两拳头 一文不花 活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听说 她屡遭女人白眼 想必有缘故 不过 作为一个丈夫呢 这也不失为美德 她好比 尖连的管家婆 绝不挥霍浪费 反正 自己早就提出条件 结了婚 财政权归自己 于南一口答应 在她 财政权 不过是管理权而已 所有权 还是她的 连胡小姐本人 也是她的 时事 造英雄 也造就了 人间的姻缘 老板嘴里说 长江天险 共产党过不了江 家江对峙 是早经历史证实的 必然之事 可是 她脚下明白 早采用了 三十六级里的上级 她行前 为胡小姐做好安排 给她的未来丈夫 弄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一个主任 这 当然是筹报胡小姐的 只为她本人 不够资格 所以 给她的丈夫 于南得知 这个消息 吞下了定心丸 不负费心迎求 她曾想 跟一个朋友的亲亲 到南美经商 可是那个朋友 自己要去 照顾不到她 她又曾要求 一个香港朋友 为她在香港的大学里 谋个教习 那个朋友不客气 说她的英语 中国调太重 她的普通话 香音太浓 语言不通 怎么教书 还是另做打算吧 她东头西奔 没个出路 如今胡小姐 可以带她到巴黎去 她这时不离婚 更待何时 她对胡小姐说 家事早有安排 她认为 乘此时机 离婚 不必张扬 不用请什么律师 不用报上 登什么启示 不用等法院判定 多少赡养费 等等 她只要和晚英谈妥 一走了之 胡小姐很实际 一切能省即省 她只要求出国前 行个正式婚礼 云南说 婚礼可在亲友家的 课堂里举行 所谓杀龙结婚 胡小姐不反对 杀龙结婚 不过一定要请名人 主婚 然后出国度蜜月 杀龙呢 由她找 名人也由她请 她只提出一个 最起码的条件 不是索取聘礼 她要于南 制备一只像样的钻戒 一对白金的结婚戒指 云南说 钻石小巧的不像样 大了又俗气 况且外国人 也不行得佩戴 珍贵首饰 真货 存在保险库里 佩戴的只是假货 至于白金戒指 云南认为不好看 想会按的银子 还不如18K的杨金 胡小姐并不坚持 她只要一点信物 云南 不慌不忙 从抽屉深处 取出一对 椭圆形的田黄图章 她站上印尼 刻出一个洋文 一个英文的 愿做鸳鸯 不献仙 对胡小姐指点着 读了两遍 摇头晃脑说 怎么样 胡小姐满面堆笑地说 还是古董吧 胡小姐见识过 精勇熟诺的田黄 这两块石头 不过光润而已 云南既不是世家子 又不是收藏家 她的古董 无非人家赠送她 和婉英的结婚礼罢了 即使那两块田黄 比黄金还珍贵 借花献佛的 小小两块石头 也站不住胡小姐的 神仙新兴啊 她满口赞赏 郑重交还于南 叫她好好收藏 她脸去笑容说 还有好多事要办 叫于南等着吧 她忙忙地辞出 临走 临走回头一笑说 对了 戒指 我也有现成的 有现在流行的话 他们俩是 谈崩了 胡小姐择夫 很有讲究 可是她打的是 如意算盘 不 她太讲求实际 打的是 并不如意的算盘 她只顾找个别的女人 看不中的保险账户 忘了自己究竟是女人 她看到于南的小旗劲 不由得心中大怒 她想 倒便宜 我就值这么两块石头吗 我迁就又迁就 倒成了大减价的货色了 那个阳官的职位 是胡小姐手里的一张王牌 难道除了你于南 就没人配当了 她现成 有她爱恋的人 只为人家的夫人 只为人家的夫人 是有名的瓷老虎 抱定 站着毛坑不拉石主义 提出口号 反正不便宜你 我怎么也不离 胡小姐只好退 而求其次 选中了于南 多成于南 指点了她一走了之的 离婚法 和杀龙结婚法 她一中人的夫人 尽管不同意 丈夫 趁此时机一走出国 夫人虽然厉害 只怕 也没法追去 反正同样 不是正式的离 正式的街 何必 委屈求全 白便宜 白便宜于南呢 她在脸去笑容 叫于南 等着吧的时候 带着咬牙切齿的意味 她害自己 白等了一两年 这会儿 叫她白等几天 一步伤天 她连走 回头说的一句话 实在是冷笑的口吻 她只是拿不吻 她那位义中人 有没有胆量 担着风险 和她私奔出国 所以当时还用笑容 遮着脸 于南 哪里知道 她觉得胡小姐 和她一样痴心 不然 为什么定要嫁她呢 她迟汉 等婆娘似的 迟等着她的消息 不过 也没等多久 不出十天 她就收到胡小姐的信 说她 已按照她的主意 举行了一个 沙龙婚礼 正式结婚 信到时 他们新夫妇 已飞往巴黎 度蜜月 行色匆匆 不及面子 只一半心香 驻于南抗力 白头偕老 不负她 愿做鸳鸯 不限仙的心意 这封信 由后门 送进厨房 婉英 正在 婉英料定 于南这回 是要和胡小姐 结婚了 据她说 老板报仇她一个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什么职位 共产党就要来了 她要趁早逃走 尽管她儿子说 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 叫爸爸别慌 她只说 我才不上那个当 不过她说 不过她说婉英 该留在国内 照看儿女 她自己呢 非走不可 婉英只劝她 带着女儿童走 因为她偏宠女儿 女儿心上 也只有爸爸 没有妈妈 从不听妈妈一句话 云南说 得等她出国以后 再设法接女儿 反正家里的生活 她会有安排 婉英明白 云南的安排 都算计在 留给婉英的 那所房子上 不过呢 她也不愁 她手里的私房 逐渐增长 可以防防慌 两个儿子 对她 比对爸爸好 女儿 如果不能出国 早晚会出嫁 婉英 艳透了厨娘生活 天天 熏着油气 睡得面红体胖 看见油腻就反胃 但愿于南 跟着胡小姐 快快出洋吧 她 只求粗茶淡饭 过个清静日子 可是老太太的估计 究竟不错 胡小姐 还是和别人结婚了 婉英的失望 简直比于南还剩几分 这会影响于南的出国吗 她瞧于南 黄疾沮丧的神情 觉得魏克乐观 她连日出门 是追寻胡小姐 还是去 办她自己的事呢 黄金 美钞 银元 日夜猛涨 有关时局的谣言 就像春天花丛里的密封那样 闹哄哄地乱 婉英 忍耐了几天 干脆问于南 南哥 你都准备好了吗 要走 该走了 听说共产党已经过疆了 于南长叹一声 正色道 走 没那么容易 得先和你离了婚才行 你准备和我离婚吗 婉英 不便回答 于南说 我没知道初阳是个骗局 骗我和你离婚的 婉英说 你别管我 你自己要紧啊 于南说 可是 我能扔了你吗 婉英漠然 他撂小 于南出国的事是没指望的了 那个阳官的职位 是老板照顾胡小姐的 他不说废话 只着急说 可是你学校的事 已经辞了 南美和香港的事 也都扔了 于南对婉英 只说人家请她 她不愿去 婉英虽然知道真情 也只顺着她说 于南 满面义愤 把桌子一拍说 有些事是不能做交易的 我讨饭 也不能扔了你啊 她觉得 自己问心无愧 确实说了真话 婉英凝视着于南 暗暗 暗暗担忧 她虽然认为 自己只是家里的老妈子 她究竟还是个主妇 手下还有姓蒂和张妈 如果和南哥一起讨饭 她怎么伺候他呢 于南接着说 共产党来 也不怕 咱们趁早把房子卖了 就无产可供 你呀 朝五香花生 是拿手 我呢 挂着个篮子出去叫卖 嘿 小本经营 也不是资本家 再不然 坐叫花子 讨饭去 婉英忽然记起一件事 两三月间 北京有个姓丁的来信 邀请于南到北京工作 于南当时 一心打算出国 把心意扔说 还没讨饭呢 婉英因为儿子都在北京 她又厌恶上海 曾捡起那封信 反复地细看 心上不胜惋惜 这时说起讨饭 她寄起那封信来 她说 你记得北京姓丁的那个人 写信请你去吗 你好像没有回信 她迟疑说 那现在 吃回头草 还行吗 不过 好像过了两三个月了 那时候 北京刚解放不久 那姓丁的是谁呀 于南不耐烦地说 丁宝贵 是我母校的前辈同学 她只知道我的大名 根本不认识 况且那封信早扔了 叫我往哪寄信呢 婉英是于南所谓脑袋里空空的 所以什么细事都藏得住 她说 她寄的信封上 印旧的是 北平国学专修社 几个红字 上面 有墨笔滑调 旁边写的是 腰脖子胡同 文学研究社 于南知道 婉英的记性 可靠 她想了一想 灵机一动 笑道 我打个电报 问问 她草拟了电报稿子 立刻出去发电报 婉英 拼凑上撕毁的草稿 头上一行 图改得看不清了 下面几行是 信 亮早达 自定于下月底 秉堂行礼 举家 北上 她准是冒充 早已写了回信 婉英 惊讶自己的丈夫 竟是个撒谎 惊 电报没有退回 但杳无回音 不到月底 上海 已经解放 她越等 越着急 于南呢 却越等越放心 把事情一一办理 停荡 将近下月底 于南 又发一个电报 说三天后 乘哪一趟火车 动身 婉英着急说 他们不请你了呢 于南说 他们就该来电 或来信 阻止我们 婉英坐在火车上 还直不放心 可是到了北京 不但丁先生亲自来接 社里还派了两个人同来照料 宿舍里也已留下房子 婉英如在梦中 对南哥增添了钦佩 同时也增添了几分笔薄 北京一解放 常年躲在角落里的北平国学专修社 面貌大改 原先只是一个冷冷清清的破摊子 设在鹅脖子胡同东方晒图厂大院内东侧 一六平房里 中间的门旁 挂着个北平国学专修社的长牌子 半旧不新 白点黑字 字体很秀意 还是已故社长姚简的亲笔 这里是办公室和图书室 后边还有空屋 有几间屋里堆放着些旧书 都是姚简为了照顾随校内签的同事 重价收购的 姚简的助手 马真之夫妇和三两个专修生 住在另几间空屋里 姚简是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教授 北平沦陷前夕 学校内签 姚简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没去后方 她辞去教职 当了北平国学专修社的社长 这个社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好像姚简辞职前早已存在 反正大院里 整片房屋都是姚家的祖产 姚简当时居住一宅精致的四合院 连带一个小小的花园 这还是她的家产 此外 她家仅存的房产只有这个大院了 有人称姚简为地道的败家子 偿大一份田地的房屋 陆陆续续就都卖光了 有人说她是地道的书呆子 家产全落在账房手里 三钱不值两钱的出卖 都由账房中饱私匪了 这个大院里的房子 抵押给一个企业家做晒图厂 单留下东侧一带房子 做北平国学专修社的社职 社里只聊聊几人 社长姚简 他的助手马任之 和马任之的夫人王正 两三个专修生 还有姚简请来当顾问的 两三位老先生 都是沦陷区伟大学里的中文教师 其中一位就是丁宝贵 社的名义是专修国学 主要工作是标点并注视古籍 当时注视标点的是史记 姚简不过是挂名的社长 什么也不管 马任之 有个八十老母 在不知哪里的家乡 经常回乡探亲 王正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生 是个足不出户的病包 可是事情全由他管 他负责指点 那三两个专修生的工作 并派他们到各图书馆 去借书查书 或到书店买书 至于工作的成绩和进度 并无人过问 顾问先生们 每月只领些车马费 每天至多来设半天 来了也不过坐在办公室 喝茶聊天 姚简也常来聊天 胜利前夕 姚简心脏病猝发 倒下就没气了 姚太太是女洋学生的老前辈 弹得一首好钢琴 他们夫妇婚姻美满 只是结婚后足足十五年 才生得一个宝贝女儿 姚太太怀孕期间血压抖高 女儿是剖腹生的 虽然母女平安 姚太太的血压始终没有下降 姚简突然去世 姚太太闻讯 立即中风瘫痪了 那是1945年夏至前夕的事 他们的女儿姚蜜 生日小 还不足二十岁 在大学二年级上学 正当第二学期将要大考的时候 她由账房把她家住房做抵押 筹了一笔款子 把母亲送入德国医院抢救 同时为父亲办了丧事 姚太太从医院出来 虽然知觉已经回复 却半身不随 口眼歪邪 神志也不像原先灵敏了 大家认为 留得性命已是大幸 最好也只是个常病人了 姚太太北京没有什么亲人 有个树出的妹妹 家在天津 家境并不宽裕 和姚家很少网 姚蜜的未婚夫 大学毕业 正代出国深造 她主张把病人 托付给天津的姨妈照管 姚蜜和她结了婚 一同出国 可是姚蜜 不但唾弃这个办法 连未婚夫也唾弃了 她自作主张 仲驾 延请了几位 有名的中医大夫 牛皇 膝脚 珠粉等 昂贵药物 不惜工本 还请了 最有名的针灸师 按摩师 内外兼师 同时诊治 也真是 荒天不负苦心忍 姚太太 神志复原 口眼也差不多 正常了 而且渐渐 能一瘸一拐地 下地行走了 可是他们家的四合院 连小小的花园 终究卖掉了 账房 已经辞走 家里的佣人 也先后散去 母女搬进 砖修社后面的 一处空屋 去居住 姚蜜 还在原先的大学里 不当大学生 而当了图书馆的 一名小职员 薪水 贴补家用 故街坊上一位大娘 早来晚归 照看病人 好在大院东侧 有旁门 出入方便 这时抗日战争 已经胜利 麻人知 却一去无踪 砖修生 已走了一个 社长去世后 并无人代理 砖修社 若有若无 王正 照旧带领着 一两个专修生工作 并派遣他们 到各处图书馆 和书店 去借书 查书 或买书 丁宝贵 等几位老先生 还照常来闲 坐聊天 不过车马费 不是按月送了 北京解放后 马人知立即出现了 不仅出现 还出头露面 当了社长 不过这个社 不仅仅专修国学了 社里人员 研究中外古今的文学 许多是专家 和有名的学者 马人知 久闻于南的大名 并知道 他和丁宝贵 是先后同学 据丁先生说 这于南是个神童 没上高中 就考取大学 大学毕业 就出国留学 马人知 对这种天才 不大了解 不过 听说他没有逃跑 还留在上海 他出于统战的原则 不禁一格 收罗人才 就托丁宝贵 写信邀请 于南 究竟什么时候 写了回信 也许王正 记得清楚 反正马认知 并不追究 丁宝贵 自认健忘 还心虚抱歉呢 那时候社里 人才积极 海外归来 投奔光明的 许燕成 和杜丽林夫妇 是英国和美国留学的 在法国居住多年的 朱千里 是法国文学专家 副社长 副金 是俄罗斯文学专家 他的新夫人 江涛涛 是女作家 著有长篇小说 奔流的心 不久 就要脱稿 还有许多 解放区来的文艺干部 还有 转业军人 还有 大学毕业分配到社里 来研究文学的 男女毕业生 专修社的人员 已经从七八人 增至七八十人 不出半年 专修社的房屋 也修气一新 整片厂房 都收来改为研究室和宿舍 马人之夫妇 搬出大院 迁入分配给他们的 新居 姚太太母女俩 搬到宿舍西尽头的 一个独院去住 只有姚简家藏的书 还站着图书室旁边的 一大间屋子 因为姚太太母女的新居 没地方安放 这一屋子书 姚密只拿走了 她有用的一小部分 姚密已调到文学研究社 专管图书 北平国学专修社的招牌 已经卸下了 因为全部合用了 社名赞称文学研究社 不挂牌 因为还未确定名称 旧国学专修社的办公室 已布置成一间 很漂亮的会议室 1949年10月中旬 文学研究社 就在这间会议室 举行了成立大会 大院里 停放着一辆辆小汽车 贵宾陆续到会 最后到了一辆最大最新的车 首长都到了 正代正式开会 于南打算早些道场 可是他却是道会的最迟的一个 他特地做了一套蓝布制服 穿上了左照右照 总觉得不顺眼 恰巧他女儿从外边赶回来 看见了大惊小怪说 哟 爸爸 你活向猪八戒变得黄胖和尚了 于南生气地说 和尚穿制服吗 婉英说 他运的新西装 挂在一架上 领带也运了 于南发喊说 这套西装太新 他不想穿西装 尤其不要幸运的 于南的女儿 单一个赵子 他已经进了本市的中学 走读 这时 他是出了门 忙又赶回来的 他解释说 我刚出去 看见标准美人去开会 他穿的是西装 不识货的 看着很朴素 脏蓝的裙子 白色长袖的上衣 披肩 毛茸茸的 黑色短毛衣 那衣料和剪裁 可讲究 可漂亮呢 我忙着回来看看 爸爸怎么打扮 他说完没头没脑的 急忙就走了 标准美人 是回国投奔光明的 许燕成夫人杜丽林 据说 她原是什么大学的校花 绰号标准美人 他是余赵 目前最倾慕的人 余南听了 黄胖和尚之称 很不乐意 将女儿这么一说 越觉得这套织服不合适 他来不及追问 许燕成 是否穿西装 忙着换了一套 半旧的西服 不及选择合适的领带 匆匆系上一条 就赶到会场 只见会场已经人满 各站一席 正带坐下 中间一条长桌 是几张长桌拼成的 铺着白桌布 上面放着热水瓶 茶杯茶碟和烟灰缸 盐墙四面 排着一大圈椅子 都坐满了人 长桌四面 都坐满了 面南的一排 显然是贵宾 领导和首长的位子 还有空坐 于南黄急中 看见附近 在这一排的尽头 向他招手 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 自己坐在 最尽头的空椅上 于南不及推让 感激不尽地 随着大众坐下了 他看见丁宝贵 就在近旁 坐在长桌侧面 下面就是许燕成 他还是平常装束 西装的裤子 对筋的短袄 不中不息 随随便便 标准美人 披着家宝式的长发 坐在长桌的那一侧面 和许燕成摇摇相对 社长马任之 站起来宣布开会 全是肃然 于南觉得 对面严强许多人的目光 都射着他 浑身不自在 生怕自己坐错了位子 他身头看看 他这一排上 他这一排上 还有什么熟人 只见那位 法国文学专家 朱千里 坐在面南席上 那一尽头 也穿着西装 他才放下心来 不仅放了心 也打落了 长期怀在肚里的 一个鬼胎 看来马任之 并没有看破他捣鬼 当初 很豪爽地欢迎他 并不是浮衍 而确实把他看作 头面任务的 他输了一口气 一面听社长讲话 一面观看四周的同事 常桌对面 多半是中年的文艺干部 都穿着服 他认识办公室主任 范凡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专家 黄土 年轻人都坐在 岩墙椅上 不过 他对面的那位女同志 年纪不轻了 好像从未见过 他身材高大 也穿西装 紧紧地裹着一身 灰蓝色的套服 他两指夹着一支香烟 悠然吐着烟雾 烟雾里 只见他那张脸 像俊翘的河马 俊 因为嘴巴比例上 叫河马的小 可是嘴型和鼻子 眼睛 都像河马 尤其眼睛 而这双眼睛 又像林黛玉那样 似撑非撑 也许因为 他身体大 旁边那位女同志 侧着身子 好像是 挤坐在 他的怀抱里 于南认识这一位 是女作家 江涛涛 附近的新夫人 于南的锦林 他穿一件 蓝底绿花的 假丝绒旗袍 涂了两颊 火黄胭脂 他确实坐在 河马夫人的 他确实坐在 河马夫人的怀抱里 不是挤的 越南忽然明白了 河马夫人 准是他文明已久的 施妮娜 南下工作 刚回来 他曾和前丈夫 同在苏联 认识附近 听说 江涛涛是他的密友 附近的婚事 是他一手促成的 马认知 约略叙说文学研究社 怎样从国学专修社 脱胎发展 还有许多空白 有待填补 许多问题 有待解决 于南 一只耳朵听讲 两只眼睛四处溜达 他曾听丁宝贵说 社里最标志的 还属姚小姐 尽管这几年来太辛苦 不像从前那样 娇滴滴的了 于南到图书室 去过多次 从没有见过 标志的小姐 难道姚小姐 比标准美人还美 他眼光 一路扫去 一个女同志 眉眼 略似她的胡小姐 收着两根小辫 身体很丰满 只管和旁边一个 粉面小声似的人 交头接耳 一面遮着脸 呸呸地笑 一面用肩膀 撞旁边的小声 难道 她是姚小姐 那边 还有个穿 鹅黄色毛衣的 年轻姑娘 白白的圆脸 一双亮晶晶的眼睛 于南认识她 是上海分配来的 大学毕业生 江敏 两侧椅上 挤坐着好些穿制服的 于南不敢回过头去 她自信 美人逃不过她的眼睛 可是 她没有看见 标致的小姐 马认知 简短地结束了 她的开场白 她很实际地说 俗话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这个文学研究社 还只是蛋里 没有孵出来的麻雀呢 有一位贵宾 风趣地插话 说文学研究社 是个鸵鸟蛋 或者可称 凤凰蛋 凤凰 就是大鹏鸟 一位首长 在众人笑声中起立 接着凤凰蛋 谈了她的期望 随即 转入正题 说 要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人 齐心协力 为新中国的文化 做出贡献 为全人类 做出贡献 她说 知识分子 要发挥自己的 一技之长 为人民服务 文武两条战线 同样重要 而要促使全国人民 同心协力 促使全世界人民 同心协力 比杆子 比枪杆子的力量 更大 于南觉得 这倒是自己 从未想过的 听了 大为兴奋 并觉得 老共产党员 却像人家说的那样 像陈年老九 未存而后 她忘掉了 最标致的小姐 正经微坐 倾听讲话 丁宝贵 却在伤感 这间会议室 是她从前 常来喝茶聊天的办公室 姚简突然倒地 就在这间屋里 就在她目前 坐着的地方 那时候 姚简才55岁 姚太太和她同岁 看来还很年轻 很漂亮的 现在却成了残疾 虽然口眼不负歪斜 半边脸究竟呆目了 手不能弹琴 一只脚也瘸了 姚小姐 当年是多么娇贵的小姐 却没能上完大学 当了一名图书室的职员 好好一门亲事 也吹了 马任之那时候 不过是姚简的助手 连个副社长都不是 现在一跃而当了社长 那时候 他和丁宝贵 最谈的投机 丁宝贵 常常骂共产党 煽动学生 闹事罢课 另两位老先生 谈到政治都有顾忌 只有马任之 和他一吹一唱地骂 丁宝贵听说 马任之当了社长 方知他原来是个地下党员 不觉骇然 见了马任之 又炯又怕 忍不住埋怨说 任之兄 你太不够朋友了 我说话没遮拦 也不言语声 老让我当着和尚骂贼秃 他说完 马上后悔失言 心想 糟糕 马任之尽管不拿架子 他究竟是社长了呀 怎么还把他 当作尧检的助手呢 马任之 只哈哈大笑说 共产党不怕骂 你有什么意见 尽管直说 别有顾虑 他还邀请丁宝贵 到文学研究社 来当研究员 据丁宝贵了解 研究员 相当于大学教授 他原先 不过是个副教授 哪有不乐意的 马任之对他 还是老样 有时 也和他商量事情 例如 聘请于南的事 丁宝贵渐渐忘了 自己原是反共老手 而多少 以元老自居了 他的好饭碗 是共产党给的 他当然感激 只是想到去世的尧检 和他的寡妇孤儿 不免欺测 他看见姚密 坐在严强的后排 和王正在一起 几个年轻人 可能都是对他有意思的 也坐在近处 他 在做记录 整凝神听讲 忽然他眼睛一亮 好像和谁 打了一个无线电 立即低头 继续写他的笔记 呀 丁宝贵别的事糊涂 对这种事 却特别灵敏 姚小姐 不是随便给人 打无线电的女孩子 她给谁 打无线电呢 她似顾寻找 坐在面南一排的渔南 一脸严肃 她当然看不见 后排的人 她旁边的许燕城 呆呆地 注视着她的标准美人 俊俏的河马夫人 已经停止吸烟 和女作家 仍挤坐在一处 那个粉面小声 在打瞌睡 她一路看过去 都是她还不知姓名的 中青年 看来并没有出色的人 谁呢 丁宝贵 未及侦查出 任何线索 手掌的讲话 已在热烈的掌声中 结束了 来宾的自由发言 也完了 附近站起来 请大家别动 先让来宾退席 她通知全体人员 下星期开会 谈谈体会 文学研究社 就此正式成立了 我国有句老话 写字是出面包 凭你的字 写得怎样 人家就断定 你是何等人 在新中国 发言是出面包 人家听了你的发言 就断定 你是何等人 附近召集的会 未经精心布置 没有分组 只好仍在会议室举行 许多人挤挤一堂 彼此相熟的中青年 或政治水平较高的干部 就不发言了 专听几位专家先生 发表高论 负责政治工作的范凡 不肯主持这个会 只坐在一遇 洗耳 旁听 附近 坐在长桌面南的正中 做主席 他是个广散高鼻 两耳外招的大高个 虽然眼睛小 下巴壳也往里缩 他总觉得 自己的耳鼻太张扬 个也太高 所以 常带些雨背 做主席 也喜欢坐着 姚蜜 坐在他对面 做记录 他到社较早 记得快 字又写得好 记录 照例是他的事 经过一番冷场 附近点了 于南的名 于南显然 是早有准备的 他从自己听了 首长的讲话 如何受到鼓舞弹起 直弹道 今后要发挥一技之长 直弹道 今后要发挥一技之长 和同志们同心协力 尽量做出贡献 他弹的空洞些 却还全面 而且慷慨激昂 因为他确信 自己是爱上了社会主义 好比他确信 自己绝不抛弃婉婴一样 可惜 他乡音太重 许多人听不大懂 那位居住法国多年的朱千里 接着谈 他说 同意于南先生的话 接下来 就谈他几十年寒窗 又谈到他的种种牢骚 海阔天空 不知扯到哪儿去了 也不知谈的是什么 许燕成 但愿他把时间谈完 自己得以豁免 谁知 朱先生忽然咳嗽两声说 扯得远了 就到这里吧 大家舒了一口气 许燕成 生怕附近点他的名 只顾低着头 他觉得 这种发言 像小学生 答课题 答得对 像于南那样 他也觉得 不好意思 答得不在点上 当然 更可笑了 首长的话 他不是没有仔细听 他还仔细想过 感慨很多 可是从何说起呢 在这个会上谈 也不是场合 杜丽林这次开会 还是坐在许燕成对面 瞧他低着头 不肯开口 就大大方方地 接着谈了几点 粗浅的体会 内容和于南的相仿 只是口齿清楚 层次分明 而且简简短短 大家对这位十足的 资产阶级女性 稍稍刮目相看 许燕成看见 傅金眼睛盯着他 对他频频点头 知道逃不过了 可是 这一套正确的话 又让杜丽林 说过一遍了 他怎么再重复呢 他平日 常在图书室翻书 又常和年轻同事们 下棋打球 大家觉得 他平易近人 和他比较熟 又因为他爱说笑 以为他一定会发一个 很妙的言 谁知呢 他只蚊子哼哼一般 嗡嗡地自己对自己 说了一串话 大家带着好意 并好奇 齐声嚷 听不见 他呢 急得抬头向着大家 结结巴巴 吐出几句怪话来 他说 人类从有历史以来 只是互相残杀 怎么能同同同心 歇歇歇歇呢 谁都觉得自己的理 是唯一的真真真理 他说不下去 就把手心 当擦脸的毛巾那样 在脸上抹了一把 大家都笑起来 都立林笑着举手 请主席让他插句话 他替燕城说 所以关键 是要有正确的思想 要用马列主义为指针 统一思想 统一行动 于南 不示弱 忙着 也插话说 他们重要的任务 是加紧学习 马列主义 施尼娜 为了抽烟方便 带着江涛涛 坐在长桌侧面 他这时忍不住 把他那双 似沉非沉的眼睛 避了一臂 用低沉雅色的声音 以众心长地说 首先 是把屁股挪过来 于南 正坐在他近旁 他瞪着他的这个部分 肥股股地 裹在西装裤子里 稳稳地坐着 他竟不敢当众 重复他用的名词 只好顿口无言 杜丽林 却不知轻重 笑着说 我们万里迢迢赶回祖国 我们是整个人都投入了 他忘了 自己是一脑袋的 资产阶级思想 浑身散发着 资产阶级的气息呢 他的话 引起会场上 一段语言空白 接着是 乱哄哄许多议论 附近立即 掌握了会场 请许先生继续谈 许燕成 如梦初醒 惊跳一下 口吃都停止了 只傻乎乎地说 忘了 没有了 完了 接着又赶忙说 我同意大家的话 大家又都笑了 姚蜜 认真地想了一想 走笔如飞 连写了好多行 许燕成 不知他记录了什么 只看着他发争 经过这段插曲 会场活跃起来 很多人都围绕着 刚才的论点 喘发一句两句 丁宝贵 坐在角落里 本来打定主意不说话的 这时 也参加了大合唱 附近 总结了这个会 他要求各研究人员 本着首长讲话的精神 拟定自己的工作计划 并把自己前一段的工作 写出小节 杜丽林 随着散会的群众 挤出会议室 站在门口 等待许燕成 只见他还没出来 正在翻看姚蜜的记录 看完后 他很有意思地一笑 把本子还给姚蜜 姚蜜 背门而立 丽林看不见她的脸 只看见燕成 微笑着 和姚蜜点点头 才随着人流 走向门口 他们俩回到宿舍 丽林装作不在意 随口问 记录上 把你的话都记上了吗 都记上了 丽林冷眼看着她说 你好像很满意 燕成认真地说 难为她 记得好极了 她想着姚蜜的记录 的确很满意 并没有注意到 丽林的脸色 和她的沉默 丽林看看 左右没有旁人 才叹口气说 说笑 也该看看什么场合 范范同志 坐在一边听着呢 你就为了逗人笑 装起小丑来了 你什么时候 学会了 说话结结巴巴的呀 燕成委屈说 我要是逗人笑 早不结巴了 小时候我妈妈打我 我就结巴 后来对老师 也结巴 我伯父费了不少心思 我自己也下了好大功夫 才纠正过来的 我又不是假装 他们笑我 我也没办法呀 丽林也委屈说 我拉你一把 帮你接上一句 帮你接上一句 你却当众给我没脸 忘了 没有了 完了 是完了呀 我开头说 同心协力的重要 接下说 要促使全体人民 同心协力 首先要彼此了解 相互同情 团结一致 不能为个人或个体的私利 忘了全体的福利 因为一有私心 就看不清是非 分不出好歹 造成有史以来 人类的互相残害 当然 这话也只是空话 可是话没有错啊 丽林睁大了一双美目 诧异道 这套话 我怎么没听见呢 哦 嗨 我声音小了些 也谈得有点乱 可是 你又不再听 你在看人 哼 我看人 丽林不怒而笑了 倒说我看人 不知谁只顾看人 连话也不会说了 他们 已到了家门口 两人都住嘴 免得女佣 看见了 免得女佣看见了 以为他们吵架 许燕成和杜丽林 结婚五年了 他们同在国外留学 一个在美国 一个却在英国 直到这番回国 才第一次成立家庭 这也许是偶然 也许并非偶然 据说 朋友的友情 往往建立在 相互误解的基础上 恋爱 大概也是如此 杜丽林 家在天津 是大资本家的小姐 她中学毕业后 没考上天津的大学 爱面子 补习一年后 再次投好 就撇开天津 而考进了上海的 一个教会大学 她身材高 她身材高 而翘 面貌秀丽 又善于修饰 常于交际 同学送了她一个 标准美人的称号 据说 追求她的人 多于孔门弟子 七十二 许燕成 家也在天津 她是姨父子 寡母孤儿 由伯父赡养 伯父是在天津 开业的西医 燕成的寡母 是了不起的人物 至少 在她自己心目中 是如此 因为 她是一位 举人老爷的小姐 而她听说 守洁的寡妇 得得大半个举人 举人 当然了不起 该想特权 她父母在世的时候 她是 最小偏连女 父母去世后 哥嫂 把她嫁了个 短寿的姑爷 对得起 父母和妹妹吗 他们凡事 都让她三分 也是应该呀 至于许家 更不用说了 新郎 是含金冷水的命 伤妻克子 害得新娘子 没做妈妈 先成了寡妇 许家人 凡事当然 更让她七分 唯一不纵容她的 是自己的 不孝之子 燕成 一两岁的娃娃时期 就忤逆 妈妈要她吃甜的 她偏要吃咸的 甜藕粉糊 味到嘴里 她还是不肯咽下去 扑扑地 喷了妈妈一脸 气得妈妈一巴掌 把她从凳上 打得滚落在地 她还放声大哭 伯母把她捡了去 她竟旺本 不要妈妈 专和伯母好 她上小学的时候 访学回家 只往伯母屋里跑 做妈妈的说 儿子是她生的 大房有大房的儿女 不该她抢 不该抢她的儿子 燕成上中学 伯父干脆让她 寄宿在校 省些口舌 她妈妈寂寞 不知哪里 去买了个小丫头 来陪伴并伺候自己 燕成中学毕业 小丫头已经十七八岁 长得也还不错 燕成的妈妈 想叫儿子收了房 好让丫头死心塌地 更要紧的是 趁早给她生下个孙子 燕成干脆不回家 她要到大后方去读大学 她妈妈 当然是死也不放 她认为大后方 就是战场 伯父伯母 说好说歹 讲定折中办法 让燕成到上海 投考大学 她考进了一个 有名的教会大学 和杜丽林恰在一校 并且同在外文西 杜丽林比许燕成大一岁 而低一般 她是个很要强的学生 十分用功 而成绩只在中上之间 一心倾慕 有学问的博士 她又像一般教会中学毕业的 女学生 能阅读西洋小说 爱慕西洋小说里的男主人公 身材高 肤色深 面目俊秀 举止潇洒 许燕成 虽然不是博士 但是 她学习成绩 出人头地 杜丽林认为 她是博士的料 她虽然衣着 不修蝙蝠 在杜丽林眼里 她很像西洋小说里的 主人公 许燕成 有时也注目看看 这位标准美人 觉得 她只是画报上的封面女郎 对她并没有多大兴趣 她中学时期 周末 怕回家 宁愿在图书室翻书 因而 发掘到中外古典文学的宝藏 只可惜 书不多 上了大学 图书馆里可读的书 可丰富了 够她仔细阅读 和浏览欣赏的 她性情开朗 脾气随和 朋友很多 可是 没有亲密的朋友 也不交女朋友 这也许因为 她有书可读 而且一心追寻着 她认为 更有意义的东西 大学三年 有一门必修课 那是一个 美国哲学家 讲授的 伦理学 老师十分严厉 给的分数非常紧 学生都怕她 学期终了的大考 大家看作难关 因为不及格 就不能毕业 可是 许燕成大考前 在图书馆看书 静瓦考试 忘了 等她记起 赶到考场 考试的时间 已过了一半 老师生气 不让她考 燕成笑嘻嘻地说 她正在看一本书 思索一个伦理问题 想到牛角尖里去了 她一面说 一面自己动手 从老师手里 抽了一份考题 擅自到教桌上 取了一份考卷 从容坐下 不停笔地写答题 她的笑容 软化了老师的眼力 她教卷 也不太晚 老师好奇地 当场就看了 她的考卷 比她厚教卷的人 告诉她 老头子 对你的考卷 好像很满意 果然 那位老师 不久 就找燕成谈话 说她正在写一本 有关中国伦理的书 要燕成 做她的助手 约定一年后 带她同到美国去 杜丽林 偶见许燕成 注目看她 以为是对她有益 燕成 从不追求她 她认为 这是燕成的自尊 自知 是穷学生 不愿高攀 有才有貌的 出风头小姐 燕成不追求她 在她心目中 就比所有追求她的人 高出一头 她明显地当众表示 她对燕成的仰慕 同学间 因此常常起哄 弄得燕成 看见她就躲了 越发使 莉林拿定她 是看重自己的 莉林倒是很大方 见了燕成 总是笑脸相迎 燕成呢 却显得很窘 甚至红了脸 转眼 燕成在大学四年级的 第一学期 将要结束 过了杨历年 就要大考 再过一学期 燕成毕业 就出国了 莉林还有机会 和她亲近吗 新年1944年 是润年 按西洋风俗 每当润年 女人可向男人求婚 男方如果不答应 得向求婚的女人 赠送一套 愁子衣料 杜莉林 拿定许燕成 是怕羞而骄傲 虽然 对她有意 也不敢亲近 她凭自己的身份 不妨屈尊 向燕成求婚 那天 飘着小雪 莉林 拿了一把大伞 到图书馆 去找燕成 说有事 和她面谈 她叫燕成 打着伞 自己 勾着她的胳膊 带她走入校园的 幽僻处 一面当笑话般 告诉她润年的规矩 然后 就向她倾吐 钟情 她满以为 燕成会喜出望外 如痴如狂 可是呢 许燕成却以为 杜莉林 啄弄她 苦着脸说 我不会买医疗 莉林笑着说 你非买医疗不可吗 燕成急得 口吃的老毛病 几乎复发 结结巴巴地说 你不是说 得 死死死死 她打断了她 干脆说 你非拒绝不可吗 燕成那时候 正给她妈妈逼得焦头烂额 她家那个小丫头 已经跟人逃走了 她妈妈自觉丢脸 不再提丫头收房的事 可是 她自从知道 儿子毕业了 要出国 就忙着为她四处求亲 定要她先结了婚 生下个孙子 再远游 她已经求得好几份耕铁 连连来信 催促儿子回家 挑选一个 因为耕铁 不兴得留过年 得在除夕以前 还给人家 所以 如果燕成再不搭理 她绝技 亲自 赶到上海来 许燕成对妈妈 还应付不了 怎进得半路上 又杀出一个程咬金来 她苦着脸 把自己的苦精 倒核桃似的 都倒出来 丽林却笑了 认为 这都是容易解决的事 她问燕成 你就 没跟你那些朋友 谈谈吗 燕成说 这种事 怎么跟他们谈呢 丽林觉得 燕成把这些话 都跟她讲 就是把她看得 超过了朋友 她既是求婚者 就直接了当 建议如此这般 解决一切问题 燕成没想到 问题可以这么解决 而丽林 竟是霞骨柔肠 一片赤心 为自己排难解分 说不尽的感激 但是她说 我怎么可以利用你 来对付我妈妈呢 丽林觉得 她老实的可爱 她款款地说 别忘了 我在向你求婚啊 我愿意这么办 因为我爱你 我对你 没有别的要求 只要求你爱我 你爱我吗 她问的时候 不免 也默默含羞 她们俩 同在一把伞下 紧紧地挨着 丽林 不复是画报上的 封面女郎 而是一个 暖哄哄的人 她大衣领上的皮毛 头上大围巾的绒毛 软软地 扶着燕成的脸颊 燕成 很诚恳地说 你带我这样好 我什么都应该 对你老实说 我 我 丽林量了半截 以为燕成 要拒绝她 可是她只说 我实在 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经验 丽林笑她傻 她自己 也没有经验啊 在她的诱导下 谈话 渐渐转入 谈情的正轨 雪 仍在飘 两人 越谈越亲密 一个是痴心 一个是诚恳 一个是爱慕 一个是感激 丽林说 她 只爱她一个 永远永远 只爱她一人 问燕成 嫌她不嫌 燕成 当然不嫌 可是 她很惶恐 只怕不配 受她的爱重 只怕 辜负了她 丽林拉着她的手说 答应我燕成 我只要你永远 对我真诚 永远对我 说实话 燕成一口答应 他们直谈到晚饭时 丽林送燕成回宿舍 她的求婚 算是成功了 燕成 都按丽林的建议办事 寒假 两人同回天津 举行婚礼 两家都无异议 燕成的妈妈 更是喜出望外 婚礼完毕 新人到北平度蜜月 其实不满一月 然后又同回学校 燕成毕业 燕成毕业后出国 丽林准备 十亿年毕业后 也出国 可是丽林没有毕业 因为她生了孩子 旷课太多了 她父亲年老多病 已把企业交付给两个儿子 丽林的大哥 在天津经营 二哥到了美国 二哥已为妹妹 办好入大学的手续 丽林母亲早亡 庶母没有孩子 狠巴结丽林兄妹 丽林把孩子 托给庶母 自己就到美国就学 燕成的妈妈 因为丽林生的 只是个孙女 急要儿媳妇和儿子团聚 多生几个孙子 所以呢 一力赞成 燕成 却已离开美国 到了英国 那位哲学家的书 已经写完了 有个英国汉学家 要燕成和他合议 抱仆子 为燕成弄到一笔 伦敦大学的奖学金 燕成可以进修 还能省些余款 寄回家 燕成夫妇分居两地 只在假期同出旅行 延长了他们 断断续续的蜜月 一年来一年去 丽林已经得了一个普通的文学学士学位 和一个教育硕士学位 他二哥在美国经营商业很成功 已把妻子儿女都接到美国 燕成如果愿意到美国去 二哥可以帮他找到合适的工作 从前带他出国的美国哲学家 已当上一个州立大学的校长 也招他去教书 丽林只为等待燕成 得一个响当当的博士 没有抢他到美国和自己团聚 谁知 燕成把学位看作等贤 一心只顾钻研 他喜爱的学科 祖国解放 丽林的大哥大嫂和庶母等 都已逃往香港 丽林的父亲已与解放前夕去世 丽林的女儿小丽 早由徐老太太接去了 丽林准备留在美国 设法把小丽接出来 燕成却执意要回国 他向来脾气随和 丽林以为他都会依顺自己 不料呢 他却无情无义地说 你自己考虑吧 如果你不愿意回去 我绝不勉强 他自己是打定主意要回国的 尽管回去后 工作还没有着落 丽林跟他一同回国了 倒也并不后悔 丽林在国内大学里 有个要好的女同学 曾和傅金交过朋友 虽然没成眷属 傅金对那位女友还未能忘怀 他认识丽林 偶尔在朋友家相逢 便把他们夫妇 严请到文学研究社 并为他们留下了最好的房子 丽林的姑妈 从天津为侄女运来了 她家早为她制备的 整套卧房书房课堂的家具 丽林布置了一个 非常漂亮的新家 杜丽林认为 艳成算得上一个模范丈夫 她忠心 从不沾花惹草 她尊重自己 也体贴自己 一般呢 总依顺着自己 例如 她爱听音乐 丽林爱看电影 她呢 总放弃了自己的爱好 陪着丽林看电影 不过 他们俩不免有点生疏 艳成对她界限分明 从不肯花她的钱 有时候也很固执 把她的话只当耳边封 放着好好的机会 可得博士 她却满不理会 祖国解放了 她也不看风色 饭碗还没个着落 就高兴得一个劲地 要回国 丽林觉得 夫妻不宜长期分居 常责怪自己 轻易让她独去英国 现在 他们有了自己的家 可以亲密无间了 丽林从小没有母亲 父亲对女儿不甚关心 家里有庶母 有当家的大哥大嫂 有不当家的二哥二嫂 加上大大小小的侄儿侄女 还有个离了婚又回娘家的姐姐 她在这个并不和谐的家庭里长大 很会做人 在学校里朋友也多 可是她欠缺一个贴心人 她一心追求的 是个贴心的丈夫 她自信及时抓住了燕成 可是 她有时不免怀疑 她是否 抓住了她 他们布置新家 燕成听她使唤着收拾整理 十分的卖力 可是呢 她只把这个家 看作是丽林的家 她要求丽林给她一间狗窝 她个人的窝 她从设里 借来些旧家具 和一个铺板 自己用锯子 豹子 制成一张木板的小床 床底下 是带格子的架子 藏她最心爱的音乐片 丽林远想 把这间厢房 留给四年不见的女儿小丽 她忙着要接她回家团聚 自从许老太太 硬把这孩子 从度假接走 三年来 没见过这孩子的相片 燕成 对这个从未见面的孩子 却毫无兴趣 她回国以后 一人去看了一趟 伯父母和老太太 却不让丽林去 理由是 她对老太太撒了谎 说丽林不在天津 为什么撒谎 她也不说 只承认自己撒了谎 问她 小丽怎样 她一句也答不上 因为小丽不肯叫她 也不理她 她觉得 孩子长得像她奶奶 脾气都像 丽林直在盘算 如有必要 得把老太太一起接来 燕成 只叫她 慢慢在说 以前 她和丽林 只是一起游玩 断断续续地度蜜月 现在 一起生活了 丽林感到 他们之间 好像夹着个硬硬的盒 燕成的心 是包在盒里的人 她摸不着 贴不住 以前 也许因为是蜜月吧 燕成从没使她吃醋 现在呢 也许 是她多心 可是她心上 总是不舒服 燕成天天跑图书室 有时 带几个年轻同事来家 不坐客厅 却挤在她那狗窝里 还放唱片 丽林嫌他们闹 燕成就不回家 而和他们 在外边 打球下棋 没有外客 她好像 就没有说话的人了 她从图书馆回来 先是向 丽林惊讶 那管书的人 找书神苏 后来 又钦佩 那管书的人 好像什么书都看过 后来 又惋惜那管书的人 只不过中学毕业 家境不好 没读完大学 她差异道 可是 她不但英文好 还懂法文 图书室里的 借书规则 都是她写的 公开的毛笔字 非常修理 有一天 燕成发现了 大事似的 告诉丽林 那管书的人 你知道是谁呀 她呀 就是姚小姐 丽林也听说过姚小姐 不禁好奇地问 怎么样的一个人 美吧 美 燕成想了半天 她天天穿一套 灰布制服 像个三十岁的人 不是人老啊 是样子老 看着也蛮顺眼的 不过我没细看 丽林相信燕成 说的是真话 可是她 为了要看看姚小姐 承燕成要到图书室去 还一本到期的书 就跟着一块去了 这是她第一次到图书室 姚密和她的助手 玉好文 同管图书出纳 姚密抽空 还在编幕 丽林看见 两个穿 挥布制服的 胖的一个 大约是 玉好文 她正在给人找书 看见又有人来 就叫了一声 姚密 另一个苗条的 就站起来 到柜台边 接过许燕成归还的书 为她办 还书手续 丽林偷眼看着姚密 她长得三挺匀衬 五官端正 只是穿了这种灰色 而没有饰样的衣服 的确看老 姚密见了 丽林 就一本正经地 发给她一个小本子 请她填写 她说 这是借书证 您还没领发 她说完 就回到后面 去编墓了 对他们夫妇 好像毫无兴趣 只是例行公事 丽林放了心 回家路上说 干嘛穿那么难看的衣服 其实人长得 还是顶不错的 她随就 把姚密撇开了 研究社的成立大会上 丽林看见燕诚 眼睛直看着她背后 又和不知谁打招呼似的 眼睛一亮一笑 她当时没好意思回头 回家问燕诚 跟谁打招呼 燕诚老师说 没跟谁打招呼 嗯 我看见你对谁笑笑 我没笑啊 燕诚很认真地说 我看见 你眼睛里笑一笑 燕诚死心眼说 眼睛里怎么笑啊 得脸上笑了眼睛才笑呢 不信 你给我笑一个 丽林相信燕诚不是撒谎 燕诚从不对她撒谎 只对她妈妈撒谎 撒谎总向丽林招认自己撒谎 可是这回 燕诚看完姚蜜的记录 眼睛里对她一笑 和研究社成立会那天的表情 正是一样 吃饭的时候 她试探着说 姚小姐真耐看 图书室那个嘎腊里 光线暗 看不清 燕诚很有兴趣地问 怎么耐看啊 问你啊 你不是直在看她吗 燕诚惶恐道 是吗 她想了一想说 我大概是看了 因为 因为我觉得好像 从来没看见过她 哦 你过不了三天两天 就上图书室 还没看够啊 哦 我只能分清 一个是玉好文 一个是姚蜜 我总好像 没看清过她似的 没看清她那么美 看了还想看看 莉林酸溜溜溜地说 美吗 我没想过 燕诚讲的是老实话 可是她仔细一想 觉得莉林说得不错 姚蜜的脸色 不惹眼 可是相貌 的确 的确耐看 看了 想再看看 她的身材 比莉林的小一圈 而柔软 眼神很静 像清湛的潭水 眉毛清秀 鹅角的软发 像小儿的胎发 嘴角和下壳 很美 很甜 她皮肤 是浅米色 非常细腻 她惭愧地说 莉林 下次 你发现我看人 你提醒我 多不好意思啊 我成了小孩子了 莉林心上 虽然还是不大舒服 却原谅了燕诚 饭后她说 燕诚 你的工作计划 你好了吗 借给我看看好不好啊 燕诚说 你好了 没写下来 可是计划 得各定各的 不能照抄 她建议和莉林 同到图书室 去找些资料 先看看书 再说 图书室里 不少人出处进进 莉林想 他们大概都是为了 拟定工作计划 而去查资料的 他们跑到借书的柜台前 看见诗妮娜 也在那站着 姜涛涛 在卡片柜前 开着抽屉乱翻 施妮娜 把手里的卡片 敲着柜台 大声咕弄道 规则规则 究竟是图书 为研究服务 还是研究为图书服务啊 玉浩文不理 她刚拿了另一人填好的书卡 转身到书架前去找书 姚密坐在靠后一点的桌上 打字编幕 她过来 接了许燕成夫妇 还的一叠书 找出原书的卡片 一一插在书后 施妮娜发话道 嘿 我可等了好半天了啊 姚密问 书号填上了吗 妮娜生气说 找不到书号 怎么填呢 姚密说 没有书号 就是没有书 怎么会没有呢 我自己来找 又不让 妮娜 理直气壮 姚密接过她 梅田书号的卡片 念叨 红与黑 巴尔扎克住 她对许燕成一闪眼 相看了一下 燕成 想笑 姚密说 红与黑有 不过作者 不是巴尔扎克 行不行 妮娜使劲说 就是要巴尔扎克 姚密说 巴尔扎克的 红与黑 没有 妮娜说 你怎么知道没有呢 这边书架上没有 那个书库里 该有啊 那个书库 就指 姚简的藏书室 姚密说 那是私人藏书室 既然借公家的 房子藏书 为什么不向群众 开放呢 姚密的眼睛 亮了一亮 好像雷雨之息 雷声未响 电光 先照透了乌云 可是 她只静静地说 那间房 还没有捐献给公家 因为藏着许多书呢 里面有孤本 有善本 都没有编目 有的还没有登记 外文书都是原文的 没有中文译本 也都没有登记 所以 不能外借 也不开放 她在燕城的借书证上 注销了她归还的书 坐下 继续编目 燕城看施妮娜 干瞪着眼 无话可答 就大圆场说 妮娜同志 你要什么书 我帮你找书号 妮娜气呼呼地 对摇望着她的江涛涛 一挥手说 走 她对燕城夫妇 抢笑着说 算了 不借了 她等着江涛涛过来 并肩 一同走出图书室 燕城夫妇 借了书 一起回家的时候 丽林说 她真厉害啊 燕城并没有理会 丽林的她 指谁 愤然说 那草包 不知仗着谁的事 这么欺人 管图书的 就该伺候她研究吗 我说那姚小姐够厉害啊 两眼一亮 满面微光 燕城接口说 那草包 就像鼻涕虫 招了眼一样 真笑话 巴尔扎克的红与黑 不知是哪一本文学 史上的 跟着从前的丈夫 到苏联去待了两年 成了文学专家了 幸亏不和她在一族 谁跟她一起工作 才倒霉 姚蜜和燕城 相看的一眼 没有逃过 丽林的观察 她说 让姚小姐抓住了 她的错吧 留她面子 暗示着告诉她了 还逞凶 丽林想不到燕城 这么热忱地 护着姚蜜 她自己也只知道 红与黑的书名 却记不起 作者的名字 她除了功课 读书不多 而她是一位 教育硕士 她换个角度说 这位姚小姐真严肃 我没看见她笑过 她呀 只是不像姜敏那样乱笑 哦 丽林诧异地问 怎么样乱笑啊 姜敏那样 就是乱笑 燕城的回答 很不科学 丽林问 那 我呢 你是社交的笑 全和标准 丽林觉得不够恭维 她索性问到底 姚小姐呢 燕城漫不经心地说 快活了笑 或者 有可笑的就笑 她对你笑吗 对我笑干嘛呀 反正我看见她笑过 我看见她的牙齿 像你的一样 这句话 可刺了丽林的心 她有一口 像针牙一样的 好假牙 她忘不了 燕城初次发现 她假牙的神情 她觉得 燕城是着迷了 不知是否应该 急早点破的 姚蜜 每天末了一个下班 她见上一个个窗户 锁上门 由大院东侧的小门 骑车回家 从大院的东头 到她家住的西小院 并不远 这几天 图书室事忙 姚蜜回家稍晚 初冬天气 太阳下得早 沈妈 已等得急了 因为 她得吃完晚饭 封上火 才回自己家 姚蜜一回家 就减掉了 十岁的年纪 她和姚太太 对坐吃饭的时候 鬼头鬼脑地笑着说 妈妈 你料事如神 姜蜜的妈 真是个姨太太呀 而且 是赶出门的姨太太 妈妈 你怎么探出来的 姚太太说 你怎么知道的 哼 我会做福尔摩斯啊 姜蜜的亲妈 嫁了一个毛毛匠 上海人呢 叫毛毛匠 就是杨财放 她不跟亲妈 她跟着大太太过 家里还有个二太太 也是太太 她父亲前两年刚死 都七十五岁了 妈妈 你信不信 姚太太说 她告诉你的吗 哪里啊 她说的自己 像是大太太的 亲生女儿 其实呢 是伺候大太太 眼色的小丫头 姚太太 看着女儿的脸说 华生 你这是从 陈善宝那儿 探来的吧 哼 妈妈怎么又知道了 可是姚太太 好像有什么心事 她说 阿密 咱俩今天啊 没工夫玩福尔摩斯 我有要紧事 告诉你的 姚太太 要等沈妈走了 再和女儿戏谈 不料沈妈还没走 罗后跑来了 罗后和姚蜜 在大学同班 和姚家 还有点远亲 姚家败落后 很多事 都靠她帮忙 解放前夕 她的父亲 继母和弟妹等 逃往台湾了 她从小 在舅舅家长大 不肯跟去 舅舅舅妈 没有孩子 她等于是 舅家的孩子了 舅舅是民主人士 颇有地位 住一宅很宽敞的房子 可是 舅舅舅妈 经常吵架 她又是两口子 争夺的对象 所以宁愿住在 研究社的宿舍里 她初中有戏 从不吹她的舅舅 同事们 只知道 她父母逃亡 亲戚家 寄居不便 并不知道 她舅舅的情况 罗后没事 也不常到姚家去 这时 她规规矩矩 先叫声伯母 问伯母好 接下 就尴尬着脸 对姚蜜说 姚蜜 陈善宝 她 罗后浑名 十点十分 因为 她两道浓眉 正向钟表上 十点十分的长短针 这时 她那十点十分的长短针 都失去了架势 那张顽童脸 也不淘气了 她鼓足勇气说 陈善宝问我 她 她 伯母 您听说过 一个心词吗 沈妈正要出门 站在门口 不知何谁 说了几句话 就大喊 小姐 小姐 快来 姚蜜 急忙赶到门口 罗后巴不得她一走 立刻说 陈善宝问我 是不是跟姚蜜 谈呢 谈 您听到过吗 姚太太点头 罗后接着说 我告诉她 我和姚蜜 认识多年了 从来没 谈过 这 确是真的 罗后 好管闲事 爱打架 还没拖野男孩子的习性 她有见于舅家的夫妻相骂 而舅妈又娇弱 一生气就晕倒 她常差怪说 一个人好好的 结什么婚 她假如结婚 就得娶一个 结结实实 能和她打架的女人 她和姚蜜同学的时候 很疏远 觉得她 只是个娇小姐 姚蜜退学 当了图书馆员 回家叫晚 一次 她偶然撞见 街上流氓 拦姚蜜的自行车 她从此 成了义务保镖 长 遥遥地护送 曾和流氓 打过几家 她后来 对姚蜜很崇拜 也很爱护 也很友好 可是彼此并没有什么 柔情密意 她从没有想到 要和她 谈 她接下说 善宝对我说 你不谈 我就要谈了 伯母 我可怎么说呢 我怕姚蜜回头怪我 让她去找她谈的 我得先来打个招呼 姚太太抬头 听听门口 记无声息 姚后也听了听说 我看看去 什么事 她回来说 大门关上了 姚家的大门上 按着德国式 弹簧锁 一个人都没有 开门看看 也不见人 她哭丧着脸说 准是陈山宝 找她出去了 姚太太说 不会 准有什么急事 也许陈山宝 自杀了 姚太太忍不住笑了 人家转业军人 好好的 自杀干嘛呀 她还是团支部的宣传组长呢 是不是 罗后说 陈山宝是头等好人 长相也漂亮 可是姚密 姚太太说 好像江敏 对她很有意思 可不 她竟找山宝谈思想 还造姚密的姚 罗后说了 忙咽住 深悔 说了不该说的话 她瞧姚太太 只笑笑 毫不介意 也就放了心 转过话题 讲图书室 这几天特忙 她说 那老河马 自己不会借书 还拍桌子发脾气 幸亏那天我没在 哦 你在 就和她决斗吗 她接着问是怎么回事 啊 姚密没告诉伯母啊 糟糕 我又剁嘴 伯母 可惜 你没见过那老河马 怎么长得跟河马 那么像啊 她在家的丈夫 像戏里的小生 比她年轻 人家说她是偷乡老手 也爱偷书 真乖 怎么她会 娶个老河马 姚太太 早听说过 这位河马 她不问河马 发脾气的事 只说 罗后 我想问问你 姚密 和江敏 和你 能不能算 同等学历 哪里 只同等啊 她比我们强多了 姚太太说 你的话不算 我是要问 一般人说起来 她能和大学毕业生 算同等学历吗 当然 你不止大学生 你还是研究生呢 罗后说 姚密当了大学里图书馆的职员 以后 每次考试 都比我考得好 哦 她考了吗 罗后解释 每次考试 她叫我把考题 留给她自己考 我还把她的答卷 给老师看过 老师说 她该得第一名 可是 在图书馆工作 就不能上课 不上课的 不准考试 自修是不算的 考得再好 也不给学分 图书馆员的时间 是卖死的 学分 是学费买的 她气愤愤地说着 一抬眼 看见姚太太 瑟瑟地流泪 不急找手绢 用右手背 抹去脸上的泪水 又哆哆嗦嗦地 抬起不灵便的左手 去抹 挂在左塞的泪 罗后 觉得惶恐 忙找些闲话打岔 她说 听说 马人之升官了 又说 哦 附近入党了 她的夫人 正在争取 她 又怕说错什么 看看手表说 伯母要休息了吧 我到外边去等门 她不敢 瞥姚太太 一个人在家 姚太太 正诧异 女儿 到哪儿去了 姚蜜呢 却回来了 问沈妈 有没有讲 她到了谁家去 原来沈妈 在外边 为姚蜜吹牛 说她会按摩 没完 给她妈妈按摩 有什么不舒服 已经按摩 就好了 那晚 于南到 丁宝贵家 吃晚饭 他们的女儿 于赵 晚饭以后 不知道哪里 去玩了 于太太 忽然胃病发作 面如黄辣 额上汗珠 像黄豆般大 她家的女佣就急了 慌慌张张 赶到姚家 门口呢 碰到沈妈 就说 哎哟 我们家太太 不好了 请你们小姐 快来看看 姚蜜 不知是请她 当大夫 听到告急 赶忙跟着那女佣 就赶到了于家 准备去帮帮忙 婉英 以为女佣 请来了大夫 她神志很清楚 说没什么 只因为累了 胃病复发了 姚蜜 瞧她的情况 并不严重 按着穴位 给她按摩一番 果然就好了 婉英才知道 这位大夫 就是早已闻名的 姚小姐 又是感激 又是抱歉 忙着叫女佣 骑茶 要不是姚蜜说 她妈妈在家等待 婉英 还要殷勤款待呢 姚蜜笑着告诉妈妈 我给她却会 我给她揉揉肚子 放了 他当着罗厚 忙改口说 气通了 就好了 罗厚说 姚蜜 你出了这个名 可不得了啊 姚米说 我辟谣了 谢谢你罗后 亏得你陪着妈妈 沈妈真糊涂 也不对妈妈说一声 就自管自走了 姚太太等罗后辞走 告诉女儿 今天午后啊 王正来看我 对你的工作做了安排 据她讲呢 领导上已经决定 叫你做研究工作 你和江敏一伙大学毕业生 是同等学历 你原先的工资高 所以和罗后的工资一样 比江敏的高 她说 你这样有前途 在图书室工作 埋没了你 姚米快活地跳起来说 哎呀妈妈 太好了太好了 她看看妈妈的脸 迟疑地问 怎么 不好吗 我只怕 人不如书好对付 他们会看不起你 欺负你 或者就嫉妒你 或者又欺负又妒忌 不必图书事理 你和玉昊文 两个人容易合作 姚米说 那我就不换工作 照旧管我的图书 姚太太说 没那么简单 你有资格 做图书室主任吗 图书室 放定要天人的 将来派来了主任 就来了个婆婆 你这个儿媳妇 不好当 因为呢 你又有你的资格 假如你做副主任 那就更倒霉了 你没有权 却叫你负责 反正 我不做副主任 只做小职员 姚太太摇摇头说 由不得你 小职员也不好当 我看附近 是个爱揽权的 他家袋里准有人 你也没有别的路 做研究工作当然好 我只怕你太乐了 给你泼点冷水 还有啊 咱们那一屋子书 得及早处理 这个图书室规模太小 规章制度定了也难行 将来保不定好书啊 都给偷掉 那 索性捐赠给 规模大的图书馆 嗯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呀 得抽空 把没登记的书 都登记下来 姚蜜服侍妈妈吃了药 照常 读她的夜课 可是时候 已经不早 她听妈妈 只顾翻腾 想到以后 黑日白天 都可以读书 便药草 便药草浮衍了 自定的功课 上床 睡在妈妈的脚头 挨着妈妈的病腿 母女 安然入睡 母女 安稳入睡 姚蜜 不知为什么 忙着想把调工作的事 告诉许燕成先生 听听她的意见 并请教怎样定她的工作计划 她觉得 许先生 会帮她出主意 她不像别的专家老先生 使她有戒心 那位留法多年的朱千里 最讨厌 叼着个烟斗 嬉皮赖脸 常爱对她卖弄几句法文 又喜欢动手动脚 丁宝贵先生 一老卖老 有时候 拍拍她的肩膀 或拍拍她的脑袋 她倒也罢了 丁老伯 究竟是看着她长大的 朱千里有一次 在她手背上 抚摸了一下 她立刻沉下脸 抽回手 在自己衣背上擦了两下 朱千里以后 不敢再冒昧 可是尽管姚蜜 对她冷若冰霜 她的嬉皮赖脸 总改不掉 于南先生 看似严肃 却会眼角一扫 好像把她整个人 都射入眼底 只要看她对江敏 拉手不放的丑相 或者对标准美人 毕恭毕敬的奴相 姚蜜怀疑 她是十足的 假道学 许先生 不一样 她眼睛里 没有那副禅相 是不是因为 娶了标准美人呢 看来她的心思 不在这方面 许先生 即使注视她 也视而不见 只管在想别的事儿似的 她显然 是个正派的人 许先生 曾探问姚蜜的学历 对她身表同情 偶尔也考考她 或者 教教她 姚蜜觉得 许先生 有学问 而许先生 也欣赏姚蜜 读书不少 悟性很好 许先生 常到图书室 来翻书 或者借书 姚蜜呢 曾请她 到她父亲的藏书室 去看书 他们偶尔谈论 作家和作品 两个人 很说得来 人从里 有时遥遥相见 她会眼神一亮 和她打个招呼 姚蜜觉得 许先生 虽然客客气气 却很友好 准会关心她的事儿 不过 那天是星期日 她不会见到她 得再等机会 星期日 姚家 常有客来 姚蜜母女 商量好 免得陈善宝 来谈 姚蜜趁早 到她父亲的藏书室 去登记书目 姚蜜 未及出门 姜蜜就来了 她穿一条 灰色西装裤 上衣 是墨绿 对筋棉袄 胸口 露出鲜红的毛衣 小鸟依人般 飞了进来 姜蜜身材娇小 白嫩的圆脸 两眼水汪汪的亮 她惯爱垂下 长长的睫毛 斜着眼 像人一瞄 大有 勾魂射破的伎俩 她两眼的魅力 把她的小尖鼻子 和参差不齐的牙齿 都掩盖了 她招呼了姚伯母 便拉了姚蜜说 我特来向你道歉 也许不用道歉 可是我做了一桩 冒昧的事 我没有征求你的同意 我向附近同志建议 调你做研究工作 别管什么图书了 你看怎么样 我是不是冒失了 姚蜜说 我有资格吗 我叫他们大家都保证你有 姚蜜笑着说 好大口气 大家都听你的 反正大家都会同意 姚蜜满不理会地说 姜蜜 我要替妈妈去办点事 你陪妈妈坐会儿 姚蜜知道 姜蜜是来等善宝的 善宝来了 她会跟着一起走 姚蜜赶忙推着自行车出门 她骑车 过大院中门 忽有个小孩窜出来 拦着车 不让走 姚蜜急忙 一脚下地 杀住了车 那孩子 她从没见过 大约四五岁 穿一件和尚领的 厚棉袄 开装裤 脚上呢 穿一双虎头鞋 头发前半面 剪得像女士的童话头 后半面 却像和尚头 姚蜜说 小妹 乖 让我走 那孩子拉着车不放 只光着眼睛看人 也不搭理 姚蜜说 你是小弟吧 你是谁家的孩子 孩子 一口天惊慌 我要去撤 门里赶出来的 是许家的女佣 她说 小丽 不能街上乱跑啊 快进来 她认识姚蜜 解释说 哦 昨晚老太太 带着孙女来了 这孩子啊 一刻也看不住 她抓了孩子进去 姚蜜 忙又上车 分房子的时候 她听说 许家 有个老太太 孙女 是许先生的女儿吗 她名叫小丽 该是 丽林的女儿吧 怎么长得 不像许先生 也不像杜先生 那一身打扮 更是古怪 姚蜜 进了大院 东侧的小门 推着车 往图书室去 只见有个人 在前廊夺步 正是 许先生 姚蜜说 呀 许先生 今天星期日 图书室不开门的 阅览室 要下午开呢 许燕成举手 拍拍脑门子说 哦 忘了今天星期日 我说怎么不开门呢 可是 我不是要借书 她看着姚蜜 恰怪说 你怎么来了呢 你值班 姚蜜 说了她的任务 许燕成 吐一口气说 哦 那么对不起 让我进来躲一躲 我糟糕了 原来许燕成 应付不了 她妈妈的时候 就撒谎 撒完谎呢 她又忘了 她在国外的时候 每一两个星期 会接到 伯父母的信 里面呢 总加着她妈妈 一纸信 伯母每次解释说 同样的信 还有几张 因字大指后 内容相同 只记一指 信上 翻来覆去 只一句话 辱父 仅辱一子 辱 不能 无后也 然后急切问 心腹 有朵胃 她妈妈 看不起白话文 也不承认自己 会写错别字 孕字 总是写成 躲字 燕成知道 伯父事忙 伯母多病 她免得妈妈 常常续返 干脆回信 说 心腹 已有朵 过些时 她妈妈 又连连来信 询问 生了儿子 还是女儿 她就回信 说 生了儿子 她从未想到 该把这些谎话 告诉丽林 也记不清 自己生了多少孩子 她妈妈呢 却连孩子的生日 都记得 总共是三个 都是男的 燕成回国 先独自去看望 伯父母和母亲 她母亲 就问起了三个孩子 燕成推说 都在丽林身边 没来天津 她撒完谎就忘了 直到丽林 要去看女儿 才想起 才想起 无中生有的 三个儿子 她觉得 这种谎话 太无聊 只告诉丽林 她撒了谎 阻止丽林 去看女儿 并没有说出原由 燕成打算 稳住老太太 仍在天津定居 每月 尽多地 寄她家用钱 丽林的姑母 为侄女 运送了一批家具 最近 偶逢徐老太太 便告诉她 燕成夫妇 已布置好新居了 老太太 立刻带了孙女 赶到北京来了 燕成夫妇 得到伯母打的电报 亲自到车站去接 老太太问起三个孙子 燕成说 都脱出去了 丽林呢 一心在女儿身上 也没追究 三个孙子是谁 她为小丽寄回 一套套漂亮的 洋娃娃式衣服 老太太 嫌穿来不方便 又显然是女装 都圆缝地藏着 这次 带来 还给丽林 小丽那副 不男不女的 怪打扮 是象征 招地的 丽林 瞧她前半面 像小尼姑 后半面呢 像小和尚 又气又笑 又绝丢脸 管住她 不让出门 老太太 直念叨这三个孙子 星期六不接回家 星期天 总该接呀 燕成事到临头 才向丽林 招供出 她那三个儿子来 她这会儿 算是出来 接儿子的 燕成跟着姚蜜 进书室 一面讲她的糟糕事 姚蜜 先还忍住不笑 可是 她实在忍不住了 跨进她父亲的藏书室 打开窗子 竟不客气地 两手抱着肚子 大笑起来 在这一刹那间 燕成仿佛眼前 拨开了一层意 也仿佛笼罩着姚蜜的 一重迷雾 忽然消散 她看清了姚蜜 她凭借朴素沉静 装出一副 老成持重的样 其实 是小女孩子 紧紧慎慎慎地 学做大人 怕人注意 怕人触犯 怕人识破她 只是个娇嫩的女孩子 燕成常觉得 没看清她 原来 她是躲藏在自己 换出来的迷雾里 这样 来保护自己的 料想 她是智年 促遭家庭的变故 一下子失去衣棒 挑起养家 凤母的担子 少不得 学做大人 燕成觉得 满怀怜惜和同情 看着她孩子气的笑容 自己 也笑起来 姚密忍住笑 说 徐先生 你可以说 孩子都在外国 没带回来 不结了吗 燕成 承认自己没有脑子 只图眼前 她实在是不惯撒谎的 她说 我也没知道 儿子已经生了三个 一个还容易 只说死了 两个一起死吧 该是传染病 三个呢 分别死的 还是一起死的呢 没法谋杀呀 反正随丽临 怎么说吧 她会对付妈妈 她长叹一声说 我心里烦得很 让我帮你干个活 暂时不去想她 姚密讲了 自己可能调工作 只是啊 还不知事情成不成 也不知自己 够不够格 燕成 大为高兴 把她的三个儿子 都忘了 连声说 哎 王正真好 该说 新社会真好 不埋没人 她接下一本正经 告诉姚密 你放心 你比人家 刘学德硕士的 强多了 怎会不够格 她帮姚密登记书 出主意说 外文书 凡是你有用的 都自己留下 其余的 不用一一登记书目 咱们分分类 记个数就行 姚密 也是这个意思 两个人说着就干 英文书 她早就留下了 大部分 燕成 帮她把法文书 也挑出来 一面 还向她介绍 什么书一读 什么书难懂 燕成把姚密 需要的书 从架上抽出 姚密呢 一叠 堆在地下 其他的 分类点数 两个人 勤勤紧紧地干活 直到姚密觉得 肚子饿了 一看表上 已经是十一点半 她问许先生 饿不饿 要不要 跟她家去吃饭 燕成 在书堆里坐下说 先歇一会儿吧 两个人对面 坐下了 燕成说 你妈妈看见 我这种儿子 准生气 不 我妈妈 特喜欢你 姚密说完 觉得不好意思 幸亏燕成 并没在意 她把自己家的情况 告诉姚密 又说 她的伯母 待她怎么好 他们歇了一会儿 燕成说 不管怎么样 她得回家去了 说着 自己先站起来 一面伸手 去拉姚密 姚密 随她拉起来 她笑着说 假如 你不便回家 到我家来吃饭 燕成笑说 我得回家 看看我那群儿子去 姚密同志 叫我姚密 好 姚密 我得回家去了 姚密 因为藏书是冷 身上穿得很厚 看许燕成 穿得单薄 担心说 这个窗口没封 外边可在刮风了 许先生 你冷不冷啊 许燕成说 干了活了 暖得很 趁身上还没凉 我先走吧 她说声再见 匆匆离去 姚密回家 姜密和善保 都走了 姚太太对女儿说 你调工作的事 王正 准是和附近 谈妥了 附近已经和别人说起 所以姜密 也知道了 哦 姚密说 姜密 她听了点风声 就来鞠躬 她就是这一套 当面奉承 背后挖苦 上面拍马 下面几人 她呀 专拍附近的马屁 也拍姜涛涛 也拍施妮娜 也拍于南 也拍标准美人 哼 许燕成 她拍不上 标准美人 顶事故 不知道吃不吃她的 接着 她讲了许燕成的三个儿子 和不男不女的女儿 姚太太 乐得直笑 婉英 虽然早看破了于南 也并不指望女儿孝顺她 可是免不了 还要为他们生气 而且 她对两个儿子 太痴心 把希望都记在他们身上 于家来北京后 两兄弟 只回家了一次 从此 要无音信 婉英胃痛那天 是星期六 她特意做了好多菜 欲先写信 告诉儿子 家里已经安顿下来了 她为他们兄弟 布置了一间卧房 星期六 是她的四十岁生日 她叫两兄弟回家 吃一顿妈妈的寿面 住一宿 再回宵 他们呢 没有回音 余家中午 已吃过面 婉英左等右等 到晚上 直不死心 还为他们留着菜 余赵 早不耐烦地说 妈妈 你就是死脑筋 没法进步 该学学爸爸 面对现实 接受新事物啊 做什么好菜啊 还不是唐一炮弹 她的语言表示 她的思想近期内 忽然大有进步了 宜南复合说 现在的大学生 不但学习业务 还学习政治呢 你呀 别扯他们的后腿 我叫你做两个菜 给隔壁副家送去 木木林 你呢 就是不听 他们又不认识我 哎呀 做了邻居 面也得送两碗 你亲自送去 不就认识了吗 现在还行这一套吗 我是怕弄笑话 云南使劲 咳了一声说 你睁开眼瞧瞧 现在哪个弦内住 直管管油盐酱醋的 父亲是当权的副社长 恰好又是锦林 里多人不怪 就算人家不领情 你反正是个家庭妇女 笑话也不怕呀 她说完 就到丁宝贵家 去吃晚饭了 丁宝贵 是她新交的酒友 经常来往 借此打听些 社里的新闻和旧事 于赵 只让肚子饿 催着开饭 她自管自 把好的吃了个足 撂下饭碗 找人扶她 携骑自行车去了 婉英 忙了一天 又累又气 她对两个儿子 还抱有幻想 不料 她们也丝毫不把她 放在心上 她勉强吃下一碗饭 胃病大发 她发现 找来治病的不是大夫 而是听人说 是为了妈妈 丢了未婚夫的 那位姚小姐 别瞧她 食指鲜鲜 劲头却大 给她按摩的是 真舒服 她想到自己的女儿 不免对姚小姐 又怜又爱 当时不便留她 过了几天 特地 做了一个黄焖鸡 一个清真贵鱼 午前亲自提着 上姚家 致谢 她把菜肴 交给沈妈 向姚太太 自我介绍了一番说 前晚上 有劳姚妹妹了 又搅扰老伯母 心上啊 实在是过不去 特地做两个菜 表表心意 她自己有私房钱 可以花来结交朋友 姚太太说 于太太 您身体不好 做街坊的 应该关心 您太客气了 于太太忙说 叫我婉英吧 我比老伯母 婉一辈呢 她知道 姚太太 已年近六十 姚太太 喜欢婉英 和善诚恳 留她坐下 说闲话 又解释 她女儿 只是看见 大夫为她按摩 胡乱地学着柔柔 正说着 忽然门铃就响了 沈妈领来一位 高高大大的太太 年纪五十左右 穿一件铁灰色的花段旗袍 带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 鼓鼓囊囊地穿一身紫红毛衣 额浅短发 纠结成两股扭脚 胶扭在头顶上 系着个大红缎带的蝴蝶截子 后脑呢 却是光秃秃的 姚太太 拄着拐杖 站起来迎接 问莱克姓名 那位客人说 您是姚太太吧 这位是于太太呀 我呀 是许老太太 姚太太说 哦 许太太 请坐 许老太太啦 许太太呀 是我们少奶奶 许燕成 是我全子 姚太太 看了那女孩子的头发 记起姚蜜形容的孩子 以猜到他们是谁 她一面让座 一面请问 许老太太找谁 有什么事 那孩子 只光着眼珠子看人 忽然看见 姚太太的拐杖 撒手过去 抢了拐杖 挥舞着 跑出客厅 在篮笔权上乱打 许老太太 也不管孩子 也不管孩子 却笑着说 这孩子啊 就是野 活像个男孩子 偏偏呢 只是个女的 哎 她长叹一声说 也亏得是个女的 她爷爷 她爸爸 两代都是 含金冷水的命 伤妻克子 她要是个男孩子 就招不住了 所以我呀 也不指望 她招弟弟了 婉英追出去 捉住了孩子说 小丽 手杖给我 你昨天砸了 我们的花瓶 我还没告诉 于伯伯 找你算账呢 小丽 不知于伯伯是谁 有点害怕 让婉英夺回手杖 给拉进了客厅 徐老太太 听说小丽 砸了瑜伽的花瓶 也不敢护着孩子 只说 我也就是为了她呀 四岁了 女孩子嘛 都说女孩子 最有出息是弹琴 这玩意儿 得从小学起 所以三岁半 我就叫她学琴了 我听说啊 您家有架钢琴 现在没用了 我来商量商量 借我们孩子用用 或者让她过来弹 或者让我们 把琴搬回去 姚太太说 我的琴多年不用 已经坏了 徐老太太说 不要借 找个人来修修 我花钱得了 反正或是出租 或是出戒 总比贤哥这好啊 姚太太沉下脸说 我这个琴 也不出租 也不出戒 婉英 捉不住小丽 忙说 徐老太太 你们小丽要回家呢 钢琴的事啊 我替您 跟老伯母谈吧 徐老太太 并不是泼妇 也不是低能 只是任性别扭 只有自己 从不想别人 她碰了姚太太的钉子 看到婉英肯为她远转 就见风扯棚 让婉英带她 说说礼 牵着孩子 走了 婉英叹气说 这些孩子啊 就欠管教 可是老伯母 不是我当面奉承啊 像姚妹妹 这样的好女儿 不是管教出来的 是老伯母 几世修来的 我听到她就佩服 见了她就喜欢 她紧紧捏着 姚太太的手说 老伯母 我有缘和您 做了街坊 以后有什么事啊 让沈大妈过来 叫我一声 我是闲人 姚太太 喜欢她真诚 请她有空 常来做做 至于钢琴的事 姚太太说 不用再提了 午饭时 姚太太和女儿 品尝着晚英做的菜 姚妹说 妈妈 咱们怎么还礼呢 姚太太说 不忙着一拳来一脚去 人家是诚心诚意 来交朋友的 她只追问女儿 父亲 找她谈话没有 姚密上心识说 还没有呢 可是那个陈善宝 看来直在想找我 幸亏我躲得快 但愿再躲几回 她知趣 别来找我了 那天下午 天阴 浴雪 陈善宝 好像在等机会 和姚密说话 正好许燕成 到图书室来 对她说 姚密 我有件事 想问问你 咱们到外界去谈谈 可以吗 他们坐在 阅览室的一个角落里 燕成低声说 我妈妈昨天早上 到你们家去闯祸了 你知道吧 知道 也不算闯祸 于太太说得很委婉 可是我知道 我妈妈准闯祸了 而且她的脾气 是降极了的 不达到目的 就没完没了 准缠得你们厌烦 哎 我呢 忽然想出个好办法 不知你啊 赞成不赞成 她告诉姚密 她从国外带回一支 新式唱机 和许多古典音乐唱片 可是她呢 只可以闲歌着 因为丽琳 嫌她开了唱机 闹个没完 丽琳读书的时候 怕脚扰 连手表都得脱下 包着手绢 藏在抽屉的深处 免得滴答滴答的声音分心 她想 姚太太 准爱听音乐 姚密高兴地说 我懂你的意思了 交换 是不是 燕成点头说 琴 搁在我们家客厅里 做摆设 我负责保管 小丽啊 压根没耳 可是这几年来 我哪有功夫弹琴呢 指头都僵了 妈妈呢 燕成点头说 琴 搁在我们家客厅里 做摆设 我负责保管 小丽啊 压根没耳朵 唱个歌啊 都太走调 弹什么钢琴呢 我们送她上学就完了 唱片呢 你们可以听听 消遣消遣 太好了 妈妈经常也看看书 可是大夫呢 不让多看 她有时候啊 叫我弹琴姐妹 可是这几年 我哪有功夫弹琴呢 指头都僵了 妈妈渴着 要听点好音乐呢 你啊 也可以到我们家来听 可以吗 谢谢你啊 反正我弦歌着唱片不用 和你们的钢琴 正是一样 今晚啊 丽琳要我和她一起 到府上 来向你妈妈道歉 丽琳准也赞成 我这个建议 不过啊 我还没有告诉她 先问了你 再说 姚蜜看见 扇保守在一边 等他们谈完 扇保却走了 许燕成的建议 得到丽琳赞成 也受到姚太太的欢迎 交换的事 双方很顺利地 一下子就谈妥了 燕成夫妇告辞出门 姚太太对女儿说 这位标准美人 看上去挺伶俐的 怎么竟是个笨蛋呢 听音乐闲闹 她说她爱听静静的音乐 什么静静的音乐啊 就是电影里的情歌 我看她 她实在有几分俗气 配不过她那位 不标准的丈夫 姚蜜不及答话 陈善保就来了 她无处可躲 只好硬着头皮 等她谈 陈善保说 我等了你两天 只好等你们的客人 走了再来 也许时间晚了 她接着就告诉姚蜜 领导上调她 做研究工作 叫她快制定 自己的工作计划 她不用写小节 不过得把书目编完 她说姚蜜和她和江敏 都算同等学历 施妮娜 杜丽林和许燕成 大概也算同等学历吧 她不大知道 那罗后呢 不知道 她和江涛涛 算是同等吧 以后施妮娜和江涛涛 都到咱们外文组来了 啊 他们来干嘛呀 哦 施妮娜 是苏联文学专家 那江涛涛 是什么学历 什么专业啊 她不是作家吗 她难道也和罗后一样 是研究院毕业的 哦 她源在县当代祖 可是现在咱们这里 需要她呀 她在不知什么学院的 研究班上 旁听过 姚蜜说 我的书目 哪年才能编完呢 我干脆 还是继续管图书吧 不用定什么研究计划了 善宝 做了个鬼脸说 编目啊 你把手里的一本 编完就算 留给施妮娜吧 你不管了 什么 留给施妮娜 她不是在外文族吗 哎呀 她兼任图书室的 什么主任 姚蜜忍住没说什么 等陈善宝一走 她苦着脸对妈妈说 我怎么办呢 连退路都没有了 姚太太安慰她说 研究工作 总比管图书好些 而且 江敏准对善宝 做了些工作 她找你啊 只谈了公事 别多想了 过一天 咱们一起听唱片 云南 有意慕临 此得机会 向父亲 倾土钦佩之情 不得一声 有空 请过来 云南 就到父家去 请父亲夫妇 吃个便晚饭 当时呢 施妮娜在座 她知道 妮娜和江涛涛的交情 顺口也邀请了 妮娜 抗力 指望对方 客气辞谢 不料呢 施妮娜 欣然 一诺无辞 请两个客人 便饭 是方便的 称得上便饭 四个客人 规模稍大 就不那么方便了 云南只知道 妮娜有丈夫 却不知道 那位丈夫 在哪里工作 是何等人 是否和父亲夫妇 合得来 四个客人 加上三个主人 八仙桌上 还空一席 请客 天霜快 成绩 也把范凡请来 范凡和父亲 合作得很紧密 两位都是当权派 这么一想 她觉得 不方便也值得 她和婉英 上订菜单 比酒席 简单些 比便饭 丰盛些 四冷盘 可合成 一拼盘 热炒 之两个 一大碗汤 加四大菜 这就行了 她等候机会 也邀请了范凡 范凡 并不辞谢 只是 她女儿 于赵 不肯陪课 胡乱吃了几口晚饭 就往外跑 家里已经生火 外面又冷又黑 难道 还学骑车 婉英怀疑她 新交了什么男朋友 夫君夫妇 和施妮娜夫妇 是结伴而来的 于南没想到 施妮娜的丈夫 就是研究社 成立大会上 和书两句小辫 略向胡小姐的女人 并肩而坐 窃窃密谈的 那位小生 略向胡小姐的女人 并肩而坐 窃窃密谈的 那位小生 于南说 哦 这位见过 只是啊 没请教尊姓大名 区区姓汪 明博 她简直像戏里 小生姓张 明君锐 或小生 柳梦梅 是一个腔调 她晃着脑袋说 这是经过一番 改造的名字 原名 汪伯新 脖子 有风剑味 锡子多余 不妨去掉 再加上点革命气息 就叫 汪伯 江涛涛 他瞧不起古典组 专管标点 注释 所以至今 还在学校讲课 没到组里去过 怪不得 于先生不熟 施妮娜说 他呀 是独木不成林 要等明年 组成了班子 才来呢 于南 忙向这位年轻才子 致敬意 汪伯 沿着脸 对婉英说 不大的大财 是做菜 今天特来帮忙 听于太太 喜欢的 调和舞味 是我的专长 江涛涛 故意板着脸说 汪伯 少吹牛 施妮娜笑着说 余太太 小心哪 他会偷你的 拿手本领 婉英 指老实说 他没有拿手本领 一面让座 奉茶 汪伯 端详着他说 余太太 看来您是喜欢朴素的 衣服 带些暗淡 大家风 您如果 请我做骨问 暗淡之中 还可以 点燃几分颜色 保管让您 减去十岁年纪 他不等于 太太回答 指点着 妮娜和涛涛说 瞧 他们俩 都采用了 区区的审美观 效果很明显 这位涛涛同志 喜欢淡妆 衣服 只穿青绿 腌制 不用大红 哎 涛涛西湖之水 浓妆蛋抹总相宜啊 瞧他 不是今日盛往昔吗 嗯 江涛涛 以脱下 促心的 鸵色泥大衣 她穿一件 深红的 薄丝棉袄 擦着深红的 胭脂和口红 果然 比平日 艳丽 附近 顾盼中 也流露出 她的赞许 涛涛穿上 妮娜 嫌瘦的衣服啊 多合适 我区区的小偶 妮娜穿了 不也稳稳的衬身吗 她这样 千滑淡淡装成 比她平日的浓妆 不更大方吗 嗯 余太太 画眉深浅 入食舞 不用 笑问夫婿 问我汪伯 更在行 余先生 不怪我狂妄吧 汪伯一张嘴 像漏水的自来水龙头 滴滴答答 不停地漏水 编主间 倒也不拘礼节地 热闹起来 一会儿 范范来了 汪伯抢着 带婉英捧上茶 便跟着婉英 同下厨房 把孙妈 称为大妈 又用尊称的 您 乐的孙妈 一口一个汪先生 不知怎么巴结才好 汪伯 却会帮忙 他狠在行地 替主妇 装上拼盘 自己端出去 请大家就坐 又给大家斟酒 他站着 指点盘里的菜 一一介绍 婉英不知道 自己是 嫌恶汪伯 还是感谢他 他的确 他的确会帮上一手 可是他不停嘴地 废话 扰得他 听不清课堂里 宾主地 高声谈话了 他们好像在谈论 图书室的事 云南朗朗地说 他 他怎么肯干 图书室的事呢 他太年轻些 这事啊 还得附近同志 自己兼顾 婉英不知 他 指谁 很为姚密 关心 汪伯向于太太建议 两个热炒 连着炒了一起上 他拉了婉英 一同坐下 喝酒 吃菜 附近 不喝酒 范凡对主人一同 举了举酒杯 笑着说 于太太辛苦了 汪伯同志 你也辛苦了 汪伯扬着脸说 我呀 不但鼓吹男女平等 也实行男女平等 于先生大概是 大男子主义者吧 施妮娜 瞪了他一眼说 去你的 你就是大男子主义者 于男 一面请客人吃菜 一面 以公为首说 汪伯同志 大女子主义者 汪伯说 大女子主义 我也反对 他一面忙着吃 满口的赞好 又转移目标 嬉皮赖脸 对范凡说 范凡同志 您别生气啊 我看见您出门 您爱人抱个包袱 跟在后面 我说 范凡同志 还是 肤权至上呢 范凡 谦虚认错说 我们农村里 兴得这样 这是多年的老习惯了 一时改不过来 汪伯同志 几时下乡去看看 农村里落后的地方 还多着呢 江涛涛说 我和妮娜 想参加土改去 范凡同志 我们先向您挂个号 等合适的时候 下去 目前还得做好规划工作呢 汪伯喝了几杯酒 兴致愈高 废话愈多 大家杂乱地乱笑 孙妈上了汤 又端上四大菜 汪伯抢着 为大家盛饭 饭后 沏上新茶 范凡因为 还要开个会 最先告辞 施妮娜和江涛涛 脸上都添了油光 唇上都退了颜色 于南忽然说 哎 婉莹 你不是说 要把你那支变色唇膏 送给傅太太吗 嗯 那颜色 可真是最合适不过的 汪伯同志 瞧你啊 我可不是大男子主义 我为太太服务 我拿去 她笑着走进里屋 傅金好奇地等着 婉莹傻呆呆呆的 不知她哪来什么 变色唇膏 她只管做她的主妇 为客人侦查 也为妮娜点烟 一会儿于南出来 向江涛涛 献上一支口红 江涛涛 刚揭在手里 汪伯抢过去 看看牌子说 货 进口的名牌货 她脱下口红的帽子 一看说 又是黄色 淡黄色 于南得意说 不 这是变色的 擦上嘴唇啊 就变玫瑰色 汪伯把口红交给江涛涛 向于南要了镜子 婉婴忙去 拿出一面镜子 汪伯双手捧着镜子 矮着身子 站在江涛涛面前问 自己会伤吗 江涛涛 娇羞怯的 对着镜子 听汪伯指导 哎 先画上唇 嗯 涂浓一些 对对对 上下唇啊 对着抿一下 印下个印 哎 对了 照着印啊 在图上 嗯 浓一些浓一些 哦 他拍手说 好好好 好极了 果然是玫瑰色 比妮娜那只 深红的还鲜艳 太美了 太美了 附近 显然也十分欣赏 于南说 我那人 早想把胭脂 送于家人 这回呀 他如愿以偿了 婉英 怪不好意思地 站在一旁 不知怎么接口 汪伯放下镜子说 陶陶 你就笑纳了吧 我替大家 谢谢于太太 因为磨口红的人 看不见自己的嘴巴 欣赏的呢 却是旁人 附近同志 我这话 没错吧 妮娜 瞟了她一眼说 别惊疯疯癫癫的 看于太太笑话 婉英 真不知汪伯是轻薄 还是疯疯癫癫 她只说 汪先生不见外 大家别拘束 就好 江涛涛收下口红 谢了于太太 当晚 宾主 尽欢而散 婉英料想 口红是解放前于南 在上海买的 她很识趣 一字不问那只口红 当初是为谁买的 只问于南 你刚才说 谁不肯当图书室主任啊 于南说 唉 我叹那附近的口气 图书室副主任 已经订了 施尼娜 可是 郑主任谁当呢 附近说 她问过许燕成 许燕成推辞说 没有资格 许燕成 她 她当然没有资格 当这个主任 得懂行 中外古今的书籍 都得熟悉 附近 当然也兼顾不了 这事儿啊 只有我合适 她请你了吗 当着瞧吧 不请我 请谁啊 婉英说 你奸人啊 不太忙吗 于南很有把握地笑着说 能者不忙 忙者不能 许燕成 许燕成 准是闲事忙 官也不大 其实呢 官大小 全看你怎么做呀 悄悄加上两个字 成立一个图书资料室 规格不就高了吗 图书资料室正主任 下面有个副主任 再设个秘书处 用上正副两秘书 日常的事儿 就都有人管了 目前 先有一个秘书 也行 谁当秘书呢 哎 瞧谁肯听指挥 肯做事儿啊 婉英心想 为什么姚小姐不当主任呢 她是内行 管了好几年图书了 而且听说 图书室的不少书 都是她家捐献的 难道她还得让这个 施尼娜来管她吗 她按打主意 一定要把这事儿 告诉姚太太 别让姚蜜吃亏 姚家钢琴 和许家唱机交换的事儿 没过两天 就照办了 傍晚 姚蜜下班回家 姚太太自己开着唱机 在听音乐呢 姚蜜惊喜地说 哎呀妈妈 都搬完了 怎么我都没知道啊 嗨 那位犬子啊 办事可利索 她上午啊 先来看定放唱机的地方 帮沈妈出清了这个柜子 挪到这儿 下午呢 就叫人来搬运钢琴 来了六个人 稳稳地 抬到门口车上 随后啊 她就把唱机和唱片运来 帮我整理好 教了我怎么使用 这会儿啊 她刚刚走 美人来打了一个花胡哨 接她一起走的 姚蜜心里一动 杜丽林 是来监视丈夫吗 这完全是直觉 她总觉得 杜丽林对她 有点心眼 不过 这是毫无道理的感觉 姚蜜第一次 没把她的 福尔摩斯心得 拿出来 和妈妈一同推理 只问妈妈 为什么午饭的时候 没把这事告诉她 哎呀 你自己没看见 柜子挪了地方啊 哎 不过啊 也是那位犬子 叫我瞒着你的 她说 她是善用工作时间 是违法行为 你那边办公室那儿 都是耳目 她转述许燕成的话 显然 只当作笑话 她是存心给女儿 一个意外之喜 她关上唱机 问女儿 搬到研究室去 完事没有 姚蜜说 没什么搬的 图书室的钥匙交掉了 外文组的办公室 是里外相通的两间 我们年轻人在外间工作 姜敏 善保 罗厚 个人一个书桌 还剩下一只旧桌子 是没煮的 罗厚和陈善保 把里面套间里最新的书桌搬过来 换了旧桌子 姜敏说 那只新书桌 是施尼娜的 抽屉里 还有她一本 俄文本的 共产党宣言呢 罗厚和善保都说 她又不来上班 把族长的大书桌 给她和姜涛涛排排坐 不更好吗 他们就把她的书 放到族长办公室的抽屉里了 你说什么了吗 我只说 旧书桌一样 不用换 姜敏把她临窗的好位子让给我 我没要 她告诉妈妈 图书室 调去两个新人 一个叫方方 顶打扮 书两句小辫 还有一个叫萧虎 年纪大些 男的 从此 姚敏天天 到办公室去上班了 她知道许燕成 经常溜到她家去听音乐 她很有心眼 从不往家跑 尽管研究室里 自由得很 不像在图书室 不得空闲 反正 她如要听音乐 回家后 她妈妈会开给她听 她自己也学会了 使用唱机 姚敏 预料得不错 她妈妈 确实喜欢许燕成 最初 她称那位犬子 过两天 就燕成长 燕成短 显然两人很相气了 这也很自然 两人有相同的爱好 很说得来 两人 又都很寂寞 燕成喜欢姚太太 能了解 能同情 姚太太呢 喜欢燕成直率 坦白 她们往往听罢唱片 就围炉 坐着说闲话 她们都喜欢 专心听音乐 不喜欢一面听 一面说话 每天姚敏回家 姚太太 总有些关于燕成的 新鲜事告诉女儿 短短几天之内 燕成的身世 以及她目前的状况 姚太太几乎都知道了 她常说 这不是摩尔 她常笑说 这不是福尔摩斯探出来的啊 这是当事人自己讲的 不过 她们往往 从当事人自己讲的话里 又探索出 当事人自己没讲的情况 比如 姚太太谈了 杜丽林润年求婚的故事 就说 美人选丈夫 是投资 股票市场上 抢购有出息的股份 可是燕成 大概不会承认 她把她的美人啊 呼得很紧 看来啊 是个忠心的好丈夫 姚蜜却觉得 许杜夫妇 并不融洽 不过 她便在妈妈面前 也绝口不说这话 姚蜜 自从在她爸爸藏书室里 和许燕成 一同理书之后 好多天 没见到她 只是天天听妈妈 怎么讲她 不知为什么 她心上 怪想念的 接下的一个星期日 她独在藏书室里 一面整理书 一面希望 许燕成会闯来 她 却没有来 姚蜜觉得失望 又自觉可笑 转眼 又是星期天了 她得把爸爸的遗书 赶早 登记完毕 她暗暗希望 这回许燕成 该想到她了 真怪 许燕成好像知道 她的希望 又在前廊 来回夺步等待 姚蜜高兴地说 许先生 好久没见你了 我天天到你家去 总希望有一天 看见你 姚蜜笑着说 如果人家发现 我们家开音乐会 只怕 你就不能随意跑来了 燕成感激说 真谢谢你想得周到 我今天想 我再希望 你星期天 会到这儿来 我也希望你今天会来 姚蜜说完 自觉冒失 亏得燕成毫不理会 只说 我上星期天想来帮你 可是分身不开 你又来过吧 书登记得 差不多了吧 姚蜜说 她上星期日 一个人干的活不多 不过书 也登记得 差不多了 两人 进了藏书室 姚蜜 把窗户打开 燕成记起 上次 她打开窗户时 她见到 笼罩着 她的迷雾 呼的消失 犹如在墓前 这几天 她和姚太太 经常会晤 增添了 对姚蜜的理解和关怀 她自己意识到 她对姚太太 什么都讲 多少因为 她愿意姚蜜知道 有些事 自己是明白的 只是不愿深究 也不由自主 他们理着书 燕成说 姚蜜 我想问你一句话 不知道你会不会生气 姚蜜 不知她要问什么 惊愕地看着她 伯母说 她毁了你的婚姻 是真的吗 姚蜜 眼睛看着鼻子 寂寞了好一会儿说 徐先生 叫我燕成 不 许先生 姚蜜很固执 尽管许先生 大不了她几岁 她不愿逾越这条界线 她说 许先生 我很愿意跟你讲讲 听听你的判断 我妈妈和我 从来没有争执 不过 她说毁了我的婚姻 就是她心上 在为我惋惜 她总原谅我的未婚夫 好像是我负了她 我心上顶不舒服 我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 严成说 你讲 我一定公平判断 姚蜜又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妈妈都告诉你了吗 伯母说呀 她和你爸爸 五十双寿那年 你十五岁 比你的未婚夫小两岁 是吧 她跟着她父母来拜寿 故意来的吧 她家看重了你 你家也重义她 姚蜜解释说 我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 忙着要给我订婚 我妈妈还说什么来着 伯母说啊 那位少爷很文秀 是高材生 也是独生子 有两个姐姐都出嫁了 你们俩年貌相当 门户也相当 很现成的订了婚 常来往也很亲密 姚蜜说 也相当客气 因为双方都是旧式家庭 燕成点头了解 她说 所以他们家紧着要求结婚 秦密轻轻叹了一声气 我父亲还没去世的那年 他家提出 等他毕业就结婚 我家提出 再迟两年 等我也大学毕业 就在那年 抗日胜利的前夕 下至前两天 我爸爸突然去世 我妈妈中风 送进医院抢救 我对未婚夫当然来帮忙了 可是他什么忙也帮不上 因为我最艰难的是筹钱 我总不能向他们家 开口要钱呢 他母亲要接我过去住 我也懂得些迷信 热笑里 不行得上别人家的门 我只说 家里男女佣人都还在 不能没个主人 那一段艰难的日子 不去说他了 不久 抗战胜利 我爸爸已经安葬 我妈妈已经脱险 我未婚夫 已经大学毕业 他对我说 我妈妈没准 还能拖上三年五年 甚至十年八年 叫我别死等了 还是早早结婚 我妈妈 可以找个穷亲戚伺候 他说 趁这时候出洋最方便 别错过机会 我不答应 伯母 也说了 姚米说 妈妈没有亲耳听见 他说话的口气 我怕伤了妈妈的心 我没照样说 以下的事 妈妈也说了吗 伯母说 他硬逼着 要和你结婚 要和你结婚 妈妈还是护着他 什么结婚 他卑鄙 燕成了解了几分 想了一想说 他是未婚夫啊 姚米 我有养 也要说什么 又制止了自己 慢慢绕到 书家的对面 才接着说 我家三个女佣人 走了一个 另一个 又由他女儿接着去过下 要等我妈妈出院再回来 伺候我的是门房的老婆 她每天饭后 回到门口南屋里去歇舞 我的未婚夫 趁这时候就引诱我 我不懂事 不过我反感了 就不答应 她先是求 说的话很难听 接着是骂 话更难听 接着就威胁说 你别后悔 要我的人多着呢 再下去 就要强迫我 我急了 抓起一把剪指甲的小剪子 我说 我扎你 我搅你 她就给我赶走了 我都告诉妈妈的 妈妈没说吧 伯母说了点 姚米气呼呼地接着说 第二天 我没理她 我忙着许多事呢 第三天 我想想 有点过意不去 我知道她是个娇少爷 爱面子 好胜 计较心很重 我怕自己过分了点 我就打了个电话给她 报告我妈妈的情况 一面请她 别生气 她也请我原谅 随后又来看我 可是 她还是想引诱我 我这回不糊涂了 立刻拒绝了她 她说 凭我对她的态度 分明是不爱她 我想到自己 拿着把小剪子 把她吓跑 简直想笑 可是那时候 在我面前威胁我的人 是个完全陌生的人 完完全全 是个陌生人 她说我不爱她 我觉得可能是真的 我只知道 她是我的未婚夫 应当爱她 就没想过 我是不是爱她 燕成 默然听她说下去 她那天干脆对我说 我们该结婚了 明的不便 可以按理结 我说 不能公然做的事 按理也不做 我坚持妈妈病重 我怎么也不离开她 她表示 什么条件 都可以依我 只要我依她 这一个条件 她露骨地说 她要 限的 不要 空头支票 我觉得 她的确是个陌生人 我们未婚夫妇之间 连骑马的信仪都没有 我就告诉她说 我们订婚的时候 双发家境相同 可是现在大不相同了 我们的家 家产全卖了 连住房都压出去了 她先是不信 说绝不可能 准时站房欺我 我告诉她 我已经请教过律师 罗后的舅舅 介绍的律师 很有名的 凭契约 抓不住站房的错 她呢 就怪我爸爸糊涂 目了她说 那就更简单了 她又不贪图我的嫁妆 我们母女 病到她家去 就完了 我郑重告诉她 我和妈妈 都不会叫她们负担 我也没有力量出国 我们的婚事 请她重做考虑 她怎么呢 她不肯 干脆解约 可是一直 坚持她的先决条件 我怎么能答应她呢 我妈妈 当然也不能说我错 可是她总怪 自己害了我 严诚问 她现在呢 她不久 就和一位很有钱 据说 也漂亮的小姐 结了婚 同到美国去了 听说还在美国 妈妈说 她伤透了心 假如我和她结婚 她大概会回来 这不是护着她吗 好像是我对她不起 好像是我太无情 严诚说 伯母绝不是怪你 谁也不能怪你 我想啊 伯母只是埋怨她自己 姚蜜静默了一下 缓缓流下两行眼泪 忙偷偷地抹了 半嗓才说 大概你的话不错 我妈妈是交养惯的 恨不得 也交养我一辈子 她也羡慕刘洋 希望我能出国留学 其实 我要不是遭逢着 许多不顺当的事 哪会一下子看透 我那位未婚夫的人品呢 假如我嫁了她 即使不闹翻 也一辈子不会快活 妈妈 很不必抱歉 燕城脱口说 美满的婚姻是很少的 也许竟是没有的 那照你这话 就是我不该了 不不不不 燕城急了 你完全应该 我佩服你的明智 姚蜜解释说 我讲这些不光彩的事 为的是要分辨个是非 不对的 就是不该的 就是坏的 对的 就是应该的 就是好的 不管我本人吃亏占便宜 只要我没有错 心上就舒服了 燕城 不禁又笑又怜 她说 我认为你完全对 伯母啊 也没有怪你不对 好 你该心上舒服了 姚蜜舒了一口气说 谢谢你 燕城忍不住说 可是你知道 许多人 没有什么是非好坏 只凭自己做标准 姚蜜猜想 她指的是她妈妈 或者竟是标准美人 她不愿接谈 转过话题问 谢先生 你那三个儿子呢 都化为乌有了 我妈妈呀 不好对付 可是有好对付 她呀 信命 丽莲告诉她 我命里 没有儿子 也许 她真的算过命 反正她就服命了 可是呢 她把小丽 管得不像话 而且 她的教育 和丽林 是各有一套 丽林教小丽 喝粥别出声 小丽说 奶奶说的 要呼噜噜地喝 越想越乖 现在呀 孩子不肯上学 也不肯学琴 我堂姐 能弹琴 家里有琴 小丽呢 算是跟她学的 其实是胡说 她只会乱打 我现在把琴锁上 把钥匙藏了 奶奶说 让她乱打打也好啊 打出滋味来 就肯学了 我撒谎说 钥匙丢了 上星期啊 支吾过去 今天这会儿 我算是出来 找钥匙的 他们已经 快要把梳理完了 姚密问许先生 是不是先回去 燕成说 奶奶跟小丽一样 眼前对付过去 事情就忘了 她不忙着回去 只问姚密 研究计划 定好没有 姚密说 善宝告诉我 计划都没用了 得重来 咱们要开组会呢 许先生 没听说要开组会吗 哦 好像听说了 我没放在心上 姚密忽然记起一件事 许先生 是不是附金同志 请你当图书室主任 你不肯啊 你怎么知道 于太太来讲的 哼 我当然不肯 我和施妮娜 一正一妇做主任 我才不干呢 哎 于太太怎么知道啊 我妈妈说 于南在巴结附近 想当郑主任 哦 咱们开组会 就为这个呀 还是为计划 当然为计划 还要分小组 于南想当图书室主任 是背地里的勾当 又不等咱们选举 嗯 验诚说 最好 咱们能分在一个小组里 嗯 我也希望咱们 能在一个小组里 我瞧你的计划怎么变 我也怎么变 我跟着你 两人都笑了 姚密 又想起一件新闻 哦 对了 于先生的女儿 看中了扇宝 于太太 向我妈妈打听她呢 陈扇宝 不是看中另外一个人吗 姚密知道 知道的是她 只笑说 扇宝是很可爱的 可是 太单纯 太幼稚了 配个小姑娘 真合适 我呀 就怕和她分在一组 让于南把她拉去吧 我告诉你 姚密啊 分小组的时候 咱们得机灵着点 嗯 一定一定 今天下午 你在家吗 我为这一屋子书 得去找王正谈谈 哦 燕城说 反正星期天 我不到你家来 要来呀 我得和丽林一起来 燕城 果然匆匆走了 姚密 慢慢地关上窗 键上 又锁上门 她一面想 刚才 刚才怎么把那些话 都告诉许先生 合适吗 可是 她得到许先生的赞许 觉得心上踏实了 外文组的两间办公室 离其他组的办公室 路远些 山宝 罗厚 江敏 姚密 同在外间 里间 有组长的大办公桌 有大大小小 新旧不同的书桌 还有一只空空的大书厨 不过 那几位职称较高 或者架子较大的研究人员 并不做班 都在家里工作 只有许燕城 常去走走 附近 有她自己的办公室 从没到过外文组 姚密 趁江敏不在 早已请山宝和罗厚 把施妮娜占用的新书桌 搬回原处 他们为她换了一只 半新的书桌 按姚密的要求 把书桌挪在门口 靠墙的角落里 这天 是第一次召开 外文组的组会 里外两间的炉子 都生得很旺 外间的四个人 除了江敏 都早就到了 许燕城吃完早点 就忙着准备早早到会 可是丽林临出门 呼寂起 朱千里的臭烟斗 准熏着她 一身的烟臭 她换了一件旧大衣 又换上一件旧毛衣 估计办公室冷 又添上一件背心 燕城 等着她折腾 一面默念着 她和姚密的密约 咱们得机灵着点 机灵 怎么机灵呢 就是说 他们得尽量设法 投在一个小组里 却不能让人知觉 她竟然意识到 自己得机警 得小心 得遮掩 他们夫妇到办公室 还比别人早 罗后 善保 和他们招呼之后说 许先生好久没来啊 我们这儿心添了人 你都不知道吧 燕城进门 就看见了 角落里的姚密 她很机灵 只回头向她 摇摇一点头 忙着解释 家里来了亲人 忙得一团糟 历临过去 欢迎姚密 问她怎么坐在角落里 江敏恰好进来 接口说 姚密就爱躲在角落里 姚密只笑着说 我这里舒服 可以打瞌睡 他们大伙进里间去 各找个位子坐下 善保还带两把椅子 姚密也带了自己的椅子 莉林注意到 燕城和姚密 彼此只是淡淡的 燕城并不和她说话 也不注意她 好像对她没多大兴趣 莉林觉得过去 莉林觉得过去 使自己神经过敏了 自信没有点破她 于南进门 就满面春风地和许杜夫夫 招呼 对其余众人只一眼带过 她挨着组长的大办公桌坐下 朱千里进门看见姚密 笑着说 哟 我是听说姚小姐也来我们走了啊 今天是开欢迎会吧 她看见莉林旁边 有个空座 就赶紧坐下了 姚密沉着脸 一声不响 朱千里并不觉得讨了没趣 只顾追问 来多久了 姚密勉强说 四五六天 于南翘起拇指说 嗯 概括得好 正说着 施妮娜和江涛涛 姗姗同来 妮娜曾到组办公室来过 并占用了新书桌 燕成并不知道 看见两人进来 就大声阻止说 我们开会呢 莉林在她旁边 忙轻轻地推了她两下 燕成却不理会 瞧他们俩跑进来 并肩坐在组长的大办公桌前 不禁呢 插拐说 你们也是这一组啊 李林芒说 当然啊 外文族啊 朱千里叼着烟斗 呵呵笑着说 一边倒嘛 苏联人不是外人 俄文啊 也不是外文了 燕成不好意思了 她说 我以为苏联族 跟我们组合不到一处 施妮娜 咧着大红嘴 黄牙上 都是玫瑰色口红 扭着头 妩媚的一笑 放软了声音说 分不开嘛 她看看手表 又四周看了一眼 人都到齐了 她用笔杆 敲着桌子说 现在开会 燕成瞪着眼 李林又悄悄 推她两下 妮娜接着说 傅金同志 今天有事不能来 叫我带她主持这个会 我呢 就传达几点 领导的指示吧 她掏出香烟 就近 进了于南一指 划个火 给于南点上 自己也点上 深深吸了一口 两指夹着烟卷 喷出一阵浓烟 朱千里 拔出嘴里的烟斗 站了起来 她是个干干瘦瘦的小个子 坐着自觉渺小 所以站起来 她说 对不起 我有个问题 我是第一次来这开会 许多事还不大熟悉 我只知道 傅金同志兼本组组长 还不知其他谁是谁呢 施妮娜同志 是 妮娜笑得更妩媚了 她说 朱先生 您坐下 哎 姚密同志 你不用做记录 姚密只静静地说 这是我自己的本子 罗后的两道浓煤 从十点十分 变成十点七分 她睁大了眼睛说 领导的指示 不让记吗 妮娜说 哎 我不过说 组里开会的记录 由祖秘书负责 我这会传达的指示 是供同志们讨论的 陈善宝是祖秘书 她洋洋笔记本问 啊 记不记啊 妮娜说 我这会的话 是回答朱先生的 不用记 朱先生 咱们的社长 是马任之同志 这个 您总该知道吧 他是社长 兼古典文学组组长 傅金同志 是副社长 兼外国文学组组长 现当代组 和理论组 各有组长一人 没有副组长 古典组 人员没权 几个工作人员 继续标点 和注视古籍 纯示技术性的工作 说不上研究 以前王正同志 领导这项工作 现在 他另有高就 不再设立了 古典组开会 马任之同志 如果不能到会 丁宝贵先生 是召集人 我今天呢 就算是个 临时召集人吧 他停顿了一下 全组 静静地听着 他接着郑重地说 咱们这个组 比较复杂 别的组都已经 工作了一段时间了 只咱们组 连工作计划 还没定下来呢 个人的计划是定了 可是全组的 还没统一起来 他弹去香烟头上的灰 吸了一口 用感叹调说 一技之长嘛 都可以为人民服务 可是 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啊 不能为了发挥一技之长啊 比如 有人的计划 是研究 马拉梅的什么恶枝花 当然 马拉梅 是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 可是恶枝花嘛 这种小说 不免是腐朽的吧 怎么为人民服务呢 这话 不是针对个人 啊 我不想一一举例了 反正咱们组 绝大部分 是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 什么是可以吸收的精华 什么是应当批判的糟粕 得严加区别 不能兼收并蓄 干脆说吧 研究资产阶级的文学 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观点 要有个刚领性的指导 你研究这个作家呀 他研究那个作家呀 一盘散沙 捏不成团 结不成果 咱们呢 得借鉴苏联老大哥的先进经验 按照苏联的世界文学史 选出几个重点 组织人力 组织各位的专长吧 这就可以共同努力 拿出成果来 我呢 这是传达领导核心小组的意见 供大家参考讨论 朱千里的计划 是研究马拉梅的象征派师 和博德莱尔的恶枝花 他捏着烟斗 鼻子里出冷气 嘟嘟闹闹说 马拉梅 恶枝花 小说 小说 可是没人理会的 大家肃然听完这段传达 呆呆地看着妮娜吸烟 于南问 领导提了哪几个重点呢 江涛涛 娇声细气地说 莎士比亚 巴尔扎克 狄更新 伯朗特姐 燕城等了一等问 完了 啊 江涛涛说 咱们人理有限 得配合时机啊 燕城这时说话 一点不结巴 追着问 苏联文学呢 施妮娜 慢慢地掐灭了烟头 慢慢地说 许先生 甭着急 苏联文学是要单独成组的 可是人缘不足 意识上还没成立 就和古典祖一样 正在筹剑呢 江涛涛 加上一个很有文艺性的注视 苏联文学 目前就融化在 每项研究的重点里了 朱千里诧异说 怎么融化呀 江涛涛说 比如 时代背景 是什么性质的 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 和下落时期 怎么划分 不能够说个的 得有一个统一的 正确的观点 噢 雪燕成 噢了一声 声调 显然有点怪 丽林 又轻轻推她一下 她不服气 闪过身子 歪着脑袋 看着丽林 好比质问她 退我干嘛 炯得丽林低眼 看着自己的鼻子 气都不敢出 朱千里 却接过口来说 就是说 都得按苏联的观点 就是说 苏联的观点 驾灵与 各项研究之上 于南纠正说 不是驾灵 是供我们一棒 我觉得这样 就有个刚领性的指导 很好 照滔滔同志的解释 我们就是取四个重点 妮娜说 对 取四个重点 分四个小组 于南赶紧说 我想 我就研究莎士比亚吧 陈善宝同志 做我的助手 怎么样 江敏没想到 于先生挑了善宝 没要他 他估计了一下情势 探索性的说 我跟杜先生 研究伯朗特 杜先生 要我吗 杜丽林 乖绝的说 好呀 咱俩一起啊 艳成 暗暗得意 他从容说 我就研究狄更斯了 罗后欣然说 我也狄更斯 姚密急忙说 我也是狄更斯 周千里 看着姚密 取笑说 假如你是狄更斯 我就是巴尔扎克了 他指望逗人一笑 可是 谁也没有闲情 说笑 石尼娜说 姚密 姚密同志 你懂法文 你做 朱先生的助手 就这样 咱们成立四个小组 四位小组长 四个助手 以后啊 凡是指导性的讨论 只要组长参加就行 姚密着急说 我不是法文专专业 法文刚学呢 朱倩密说 我教你 尼娜说 专家 是发挥专长 助手 跟着学习 咱们呢 好比师徒指吧 导师领导工作 徒弟从工作中 提高业务 罗后说 我也懂点法文 我跟朱先生 做徒弟 朱千里却说 我的专业不是小说 我是研究 诗歌戏剧的 妮娜 卖弄学问说 朱先生可以研究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呀 朱千里使劲说 我已经声明了啊 我的专业 不是小说 我也懂英文 也研究过莎士比亚 我呀 加入于南同志的小组 做他的助手 江涛涛轻身的都呢 这不是捣乱吗 妮娜反问说 那么 巴尔扎克呢 总不能没有巴尔扎克啊 燕成忍不住说 没有的还多着呢 且不提俄罗斯文学 不提德国文学 意大利文学 单讲法国英国文学 与果呢 斯汤达呢 佛罗拜呢 莫里埃呢 拜伦雪莱呢 菲尔丁呢 萨克雷呢 倒有个波朗特 汤达呢 山宝忍耐了一会儿 怯怯地说 我水平低 而莎士比亚太高深了 我 我 江米芒说 我跟你换 利林笑着说 干脆 启销了我们那个小组 我也跟于先生学习 于南说 我又不是沙士比亚专家 我向朱先生 杜先生学习 妮娜 忙用笔杆敲着桌子说 哎 同志们 不要抱消极态度 啊 请多提建设性的意见 周千里说 好啊 我建设 啊 我女人 我爱人 和我同在法国 生活了十年 请她 来做小组长 我向她学习 您爱人 是哪一位啊 妮娜 睁大了她那双 似沉非沉的眼睛 她 不过是个家庭妇女 无名无姓 嘿 江涛涛气愤地说 你这不是侮辱女性吗 罗后趁机说 该吃饭了啊 建议散会 下午再开 妮娜 看看手表 却 已经过了五十 她把刚点上的烟 深深吸了两口 款款地站起来说 啊 咱们今天的会 开得非常成功 同志们 都畅所欲言 表达了各自的意见 啊 我一定啊 都向领导汇报 现在散会 那下午还开吗 许多人问 对不起 我不是领导 她似沉非沉地笑着 一手夹着烟卷 一手护着江涛涛 让进门的人 先退 姚密午后 到办公室 不见一人 李家的窗户大开着 不知谁 开了没关 烟味 倒是散了 大炉子 已经半灭 姚密关上窗 又关了 分隔里外式的门 自姓 善宝和罗后 都不愁烟 至少 在办公室不愁 一会儿 罗后跑来 先向李屋看看 又看看门外 然后很神秘地 告诉姚密 他们开 秘密会议呢 他们谁啊 老河马 一帮 包括 善宝 上海小丫头 当然 还有余大使人 哦 许先生 杜先生呢 没有他们 我在挣扎 你知道吗 那老河马 罗后 姚密打断他说 你说话得小心点 什么老河马呀 小丫头啊 你说溜了嘴就糟了 罗后 不听他的训斥 笑嘻嘻地说 我不过这会儿 跟你说说 你自己对朱先生 也够不客气的 姚密苦着脸 把我分在他手下 多别扭啊 放心 罗后 我一定跟你对换 我保证 姚密 信得过罗后 不过事情 由得他吗 姚密说 朱千里的臭烟 都够你瘦的 罗后一本正经地说 我告诉你吧 朱千里的学问 比于南 好多着呢 他写过上下两大册 法国文学史 也许没出版 反正写过 他教学 当讲义用 他呀 娶过法国老婆 法文总不错吧 在法国留学十来年 是巴黎大学的博士 大概是 因为他长恨自己 不是国家博士 他瞧不起大学的博士 他回国当教授 都不知多少年了 罗后自诩消息灵通 知道谁是谁 他夫人是法国人啊 没听说过呀 哎 他的法国夫人 没来中国 现在的夫人还年轻 是家庭妇女 他家的宿舍 紧挨着职工宿舍 听他们街坊说 那位夫人 可厉害 朱先生在家 动不动就罚贵 还吃耳光 夫人啊 还会骂街 啊 当小组长 得回骂街吗 嗨 朱千里是故意损的 老河马 该死该死 我真是说 溜了嘴了 我说啊 朱先生刚才是 故意捣乱 你不明白吗 他意思是老河马 嗯 妮娜女士 不过是家庭妇女之流 朱千里认为 自己应该当副组长 罗后做不定 罗后做不定 起身说 我溜了 打听了消息再来报告 罗后不爱用功 他做学生的时候 有个绝招 专能描摩 什么老师 出什么考题 同班听信他的 总得好分数 他自己呢 却只求及格 他的零用钱特多 他又爱做及时语 所以朋友 到处都是 在研究社里 他也是群众喜爱的 他知道的消息 比谁都多 姚密一个人坐着看书 其实 他只是对着书 发呆 因为总有个影子 扶上书面 掩盖了字句 去之不散 扶之不去 像水面上的影子 打碎了 又抖啊抖的 团成原形 姚密觉得烦躁 他从前 从来没有为他的未婚夫 看不进书 他干脆 把乙背 斜靠在墙上 暂时充当躺乙 躺着 合上眼 东想西想 也许 他不该对燕成 讲那些旧事 可是 他也不该问呢 不过 他好像并没有嫌弃他 也没有瞧不起他 而且燕成 不是还嘱咐他 得机灵着点 争取同在一个小组吗 他为什么对自己 那么冷淡呢 准是他后悔了 觉得应该 对自己保持 相当的距离 姚密忽然张开眼睛 他不该忘了 人家是结了婚的 他可不能做傻瓜 也不能对不起杜丽林 他对自己说 该记着 该记着 可是他看了一会儿书 又放下了 书里字面上的影子 还像水面上的影子 打不破 驱不开 许燕成对姚密的冷淡 也许过分了些 别人并不在意 杜丽林 先是收了蒙骗 可是他后来就纳闷 燕成对姚密 向来那么袒护 怎么忽然变得 漠不关心似的呀 做妻子的 还没有点破他呢 他已经在遮遮掩掩了 燕成下午四点左右 赵丽又出门去 他只对丽林说 我出去走走 丽林料想 他又是到姚家去了 燕成回来 照例到他的狗窝里去用工 并不说明 到了哪里 干了什么 丽林曾经问过 他只说 到姚家去了 此外 就没有别的话 丽林自觉没趣 他既然不说 他 也争气 不问 只留意 他是往姚家的方向跑 他想 姚密在图书室呢 不会回家 这次开组会 丽林才知道 姚密 他急切要知道 姚密是否下午回家 究竟是他 他等验程出门 他等验程出门 就跑到办公室去 姚密听见 姚密听见轻轻的脚步声 以为是江敏回来了 他张眼看见杜丽林 忙起身 摆正了椅子 摆正了椅子 问杜先生 找谁 丽林说 问问几时开会 还没通知呢 丽林 拿了一只椅子坐下 道歉说 我打扰你了 哪里啊 姚密笑着说 我再做个试验 椅子啊 这么靠着墙 可以充当躺椅 丽林很关心地说 干嘛不回家去歇歇啊 姚密心里一亮 想 哦 她是来侦查我的 她很诚恳地回答说 我上班的时间 从不回家 养成习惯了 当然 在这里 比在图书室自由些 可是家里 我妈妈 保不定有客人 在家工作不方便 我要是工作时间回家 妈妈准会吓一跳 以为我病了呢 丽林指着三个空座 她们都像你这么 认真做班吗 哦 平常都来 今天啊 她们有事 丽林正要站起来 忽见姚密 无意间 掀起的一脚制服下 露出华丽的锦段 她不客气 伸手掀开制服 里面是 五彩织锦的段袄 再掀起一脚 看见 红丑李子 扮演着 极好的灰背 不禁赞叹说 真美呀 你就穿在里面 姚密 姚密不好意思 忙把制服 噎好 笑着说 从前的旧衣服 现在没法穿了 丽林是个作家的人 忍不住说 多可惜呀 你衬件毛衣 不是精膜得多吗 姚密老实承认 不会打毛衣 你这制服 也是定做的吧 姚密说 她有个老裁缝 老了 肯给老主顾 做做活 她瞧杜先生 不想动身 怕她再深入检查 就找话说 杜先生 你家来了老太太和小妹 不讨扰你吗 走了 昨天下午走的 我们老太太 就像一阵旋风 忽然的来了 忽然的又走了 我呀 先把小力留下 可是孩子 怎么也不肯 她叹了一口气 反正天经近 来往也方便 是吧 谁知道啊 丽琳又叹了一口气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我们的老太太 是个绝 就拿钢琴的事说吧 我打算 给小丽买一架 老太太说 那县城有 何必别处去买啊 简直 你的就是我的 她忽然想来啊 信都没有一封 马上就来了 我只好让燕城 睡在 她的小书房里 姚蜜从妈妈处知道 那是燕城的狗窝 我们卧室里啊 是一对大钟床 我让老太太 睡在我对床 让小丽 跟我睡 可是孩子呢 硬是要跟奶奶睡 而且要睡一个被窝 床又软 老的小的 滚在一堆 都嫌垫子太厚 我想把我的书房 给老太太 布置一间卧房 她老人家 一定要买一张 旧式的大床 你知道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四个柱子 带个床顶 还有抽屉的床 哪找去呀 我说是不是 把她天津的大床运来 老太太说呢 她住不惯北京 她天津的房子大 北京的房子太小 昨天 小丽嘴角 长口窗了 她说是受热了 说走就走 一天也没留 我想把小丽留下 孩子她怎么也不肯 她只认奶奶 爸爸妈妈都不认 奶奶对儿子 是没一句肯听的 对小丽呢 却是千一百顺 哎 真是没办法 丽琳 长叹一声说 孩子是我的 惯坏了呀 还是我的孩子呀 她克制了自己 道歉说 哎呦对不起 竟说些啰嗦事 你听着都不耐烦吧 姚米安慰她说 孩子上了学 会好 哼哼 燕成也这么说 她呀 她并不怎么在乎 只担心她妈妈回天津 又去麻烦她的伯母 可是我 哎 我想孩子 她眼里 汪出泪来 擦着眼睛说 我该走了 姚米 十分同情 正不知 用什么话来安慰 丽琳已站起身 换一换披肩的长发 抢笑着说 我觉得女人最可笑 也最可怜 结了婚 就摆脱不了自己的家庭 一心只垫着孩子 垫着丈夫 男人 哼 她鼻子里 似冷笑 非冷笑地哼了一声 男人好像并不这样 她撇下这句话 向姚米一挥手 转身走了 让姚米 自去细细品味她的 临去秋波 那一转 杜丽琳那天临睡 有意无意地 对燕城说 你那位姚小姐 可真是够奢侈的 细锦断面的灰背袄 照在制服下面家常传 燕城一时上 有好几句话 要冲口而出 一是抗议 姚小姐不是她的 二是要问问 她几时看见了姚小姐 制服下面的锦断袄 三是姚小姐从前的衣服 想必讲究 现有的衣服 为什么不穿呢 四是 穿旧衣 不做新衣 也不算奢侈 可是 她忍住没有开口 她好像是没有听见 又好像是不感兴趣 只心中转念 莉林准时又到办公室去了 去干嘛 去侦探 不然为什么不说呀 莉林低声 自言自语 毛衣都不会打 燕城又有话 要冲口而出 她想说 她早上有早课 晚上有晚课 白天要上班 哪来功夫打毛衣 可是呢 她仍然没有作声 只是听了莉林的末一句话 坐实了她的猜想 莉林 确实是 又到办公室去过 莉林 也不多说了 燕城难道 没听见她说话吗 她分明是不肯和她 谈论姚蜜 她和姚蜜中间 有点共同的什么 而她 却是外人 范凡 承认自己 对知识分子认识不深 不知应该怎么对待 所以 这方面 她完全依赖 傅金了 傅金觉得 评比知识分子 不是意识 他们互有短长 就拿外文族的 几位专家来说吧 论资历 于南 是反动政客的笔杆子 杂牌大学毕业 在美国留学 不到两年 回国 也是在杂牌大学教书 她补教的那份履历上 填的是 美国某校毕业 没有说学位 许燕城 虽然也没有养学位 却是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的 傅金熟知 她学生时期的才名 她曾在英国伦敦大学进修 伦敦大学 是谁都知道的呀 而且 她和美国学者 英国学者 同时出过书 而且 她和美国学者 英国学者 同出过书 回国后 她母校 曾敦请她回校当教授 年纪虽轻 资格 可不弱 杜立林呢 有两个响当当的 洋学位呢 她家客厅里 不挂着两张 相近况的 英文证书吗 一张 学士证书 一张 硕士证书 上面都有照片 可谓货真价实 夫妇俩 都曾留学多年 至于朱千里 她是伟大学的教授 留学的年份更长 不知是法国 什么大学的博士 博士 当然比硕士又高 伟大学 也不比杂牌大学差 她回国 也当了多年教授 究竟谁高谁下 也许 该看他们的政治了 那么 许燕成 杜立林 是投奔光明回来的 当然 该属第一 可是论表现 谁比得过于难呢 也属她 最靠拢 最糟的是朱千里 觉悟不高 竟说怪话 说话 着三不着两 她爱人 压根没有文化 是家庭妇女 附近听了 外文祖开会的汇报 觉得朱千里 要她爱人 当小组长的话 很可能是 挖裤 施妮娜呢 因为妮娜在外国 没有学历 不过跟着从前的丈夫 出国当太太罢了 好在 同等学历的说法 不是她父亲提出来的 妮娜 却也有她的才干 至于涛涛 她是女作家 以她的才华 在现当代族 自有地位 只因为她是自己的爱人 她还有意压低了 她的级别呢 反正目前 且让大家发展专长 对他们 注意平衡就是了 不过 话又说回来 求得平衡 不是容易 这天 父亲听过 会报 请来几个平日 靠拢的人 在自己家里 随便谈谈 摸摸 群众的底 江敏 一愤填膺地说 朱先生 太不应该了 他忽悠咽住 鼓着嘴 气呼呼地 向小孩受了委屈 父亲说 随便讲啊 于南说 我同意 江敏同志的看法 江敏 垂着睫毛 瞄了他一眼 好像是壮了胆 他赌气似的说 我觉得 他是存心找茬 不能人人都是 法国文学专家呀 不得莱尔的恶枝花 不能要求人人都读过呀 把恶枝花 说成小说 也没什么相干 反正是腐朽的嘛 妮娜 装作不介意 笑着说 我说了那是小说吗 我好像没说呀 于南盲说 没有 我没听说 善宝说 您把朱先生计划上的 两个人并成了一个 妮娜不认账 反问 是吗 我准是说极了 于南说 我记得 你有一句话 说得挺俏皮 朱千里 自称戏剧专家 你就指出 巴尔扎克的小说是 人间喜剧 可是 于南这下马屁 也拍到痛疼上了 妮娜没想到 人间喜剧倒是小说 只好假装故意 说了俏皮话 一笑 不答 善宝 尘宝很老实地 你应当仔细对照 个人原定的计划 写下底稿 拿不稳的 先请教专家 妮娜说 我有稿子 只是没有照念 讲的时候 也许脱漏了字句 涛涛 孤独的嘴说 我是照着念的 可是稿子上的字 不清楚 妮娜说 我们苏联组的人力 太薄弱了 于南 好像经过一番 深思熟虑 沉着地说 依我看 苏联组虽然还没有独立 目前 但为了在我们组里 起领导作用 任务就不清 将来小组交出来的成果 只能是半成品 也许不过是一堆杂乱的资料 得他们两位加工重写 再交付附金同志 总其成 这份工作太胖大些 唉 她叹了一口气说 可惜 我不通俄语 不然呢 我倒是出了名的快手 以前 我一个人 主办一个刊物 缺什么稿子 我一气 画三清 用几个笔名 全部包了 要多少字 有多少字 尼娜说 余先生 到我们组里来帮一手吧 唉 江敏啊 你也可以来 江敏说 我真要学俄语呢 善薄也想学 于南不服老 忙说 我也想啊 江敏说 大学里正在办 俄语速成班 她有朋友 在大学里当助教 她可以弄到教材 她说 他们还可以请妮娜同志 当老师呢 妮娜忙笑着摆手说 你问我高深的呀 倒好讲 那初级的 我可不会教啊 不信 问傅金同志 比如 请大学教师 去教小学一年级的语文 羊 大羊 小羊 大羊跑 小羊跑 一个字 两个字 就是一堂课 大学教授 也不能对付呀 初学 再加速成 那就更是专门的学问了 哦 不过呢 不要紧 我爱人啊 也进过俄语速成班 她懂 江敏自愿担任班长 负责弄教材 议定每天在瑜伽学习 有问题 请妮娜的爱人来指导 他们越谈越认真 指负金 莫不作声 因为 她已经请于南 当了图书室主任 觉得不能太倒向一边 况且 许渡夫妇 究竟是她邀请来的 过一天 她和范凡商谈之后 特到许燕成家访问 听取意见 附金 向许燕成 杜丽林 委婉解释 四个小组里 杜丽林的小组 不是重点 两夫妇 如果各具一重点 力量太偏重 或许会导致旁人不满 许杜夫妇 都表示赞成 附金 又亲自去拜访了朱千里 看见她住处 偏远简陋 很是过意不去 说以后 得为他们调整 朱千里 生活很简朴 倒并不计较房子 附金亲来看望 慰问 足见重视和关怀 她受宠若惊 一下子 变得绵羊一般的 寻顺 附金说 四个小组啊 是病重的 巴尔扎克 非但不输 莎士比亚 还更有现实意义 朱千里 很爽气地说 她没有意见 一切听从领导的安排 原先的四个小组 依然如旧 四个助手 却略有耕动 于南 还是要善保 做助手 附金 不知他是相中了女婿 只以为他拘谨 不要女助手 当然一口答应 他对善保说 你是培养的对象 该知难而尽 不能啊 为难退缩 善保呢 很想跟许燕成 可是他只好 乖乖地服从 罗后 已向范凡反应 朱太太 是有名的醋罐子 家里来了女客 朱先生得罚贵 还保不定 吃耳光呢 如果叫姚蜜 做朱先生的助手 准引起家庭风波 范凡 告诉了附金 他们认为 罗后的态度不错 他不计较自己 是研究院毕业生 服服帖帖当学徒 只为顾全大局 愿和姚蜜 对换导师 当然 完全同意 附金拜访朱千里的时候 就顺带说起 让罗后 做他的助手 因为朱先生住得远 族里有什么通知 或是朱先生 要借书还书 有个小伙子 为他跑跑腿 比较方便 朱千里也很乐意 事情 就这么安排停荡了 附金召开了祖会 他安排工作的时候 只杜丽林提出一点 修补意见 他说 波朗特作品不多 也不如狄更斯重要 他的小组 算个负数小组吧 附金说 两组都研究英文小说 算姊妹组吧 可分 可合 朱千里笑着说 这姐妹 还有大小 夫妻 却平等 妻者 其也 改称 夫妻组 于南浮衍性地笑了一声 附金 却不爱说笑 只一本正经说 随你们自己结合吧 姚密和许燕成 当初只怕不能同在一个小组里 如今 恰恰 两人一小组 私下都不喜而聚 一致赞成 两组合并 莉林要求 做负数小组 当然有她的缘故 燕成和姚密呢 不约而同 都有相同的理解 另一方面 莉林 也怕驾驭不了江敏 江敏 不愿意单独 和杜莉林 拴在一起 也不想单独 和许燕成 同一小组 因为许燕成 对她 从来不敷衍 所以 两小组合并 四人都由衷赞成 怎么结合 当时 没有戏谈 许都夫妇 早上 到祖办公室 去找江敏和姚密 开了一个小会儿 两位导师 开了必读的书 和参考书单 商谈 怎么进行研究 怎么分工等等 谈完就散会了 江敏把两张书单 都抢在手里 亲亲热热地 送杜莉林出门 许燕成知道 自己处于严密监视之下 保持机灵 对姚密很冷淡 一散会 就起身走了 姚密牢记着 他对自己的警戒 只站起身 等候导师退出 并没有敢送 他等了一会儿 不见姚密回来 猜想 他或是 送导师回家了 自从分社了小组 善保 常给于南昭回家 去指导工作 罗后呢 经常迟到 他这天 过了十点 才到办公室 看见屋里 静悄悄的 只姚密一个人 在那儿看书 他进屋说 嘿 姚密 姚密抬头说 你这会儿才来啊 罗后不打 只问 嘿 他们呢 姚密说 善保 大概在于先生家 我们两个小组 刚开完小组会 姚密啊 大概送他们回家了 我在这儿 替你看书呢 他曾答应 替罗后读一本 巴尔扎克的小说 并带做笔记 好 不用了姚密 老头对我讲啊 我什么都不用干 他有现成的货 满满的好几抽屉呢 要什么有什么 啊 他这样 推你出门吗 哪里啊 老头人顶好了 像小孩子一样 经不起我 轻轻的几下马屁 就给拍上了 把四方话都告诉我了 抽屉里的现成货 是秘密啊 你可不能说出去 姚密笑问 马屁怎么个拍法 罗后说 妙不可言 等有空再谈 咱们这会儿啊 有要紧事呢啊 我问你 你爸爸藏书室 有个后门 钥匙 在你手里吗 哦 那扇门啊 早就用木板钉死了 木板 可以翘开呀 我只问你 钥匙 姚密说 钥匙 是在我手里 罗后顶嘱说 你回家去 把钥匙找出来 交给伯母 我会去拿 大院东侧门的钥匙 我记得 你有两个呢 也给我一个 他告诉姚密 捐赠藏书的事儿 已经和某图书馆谈妥了 他手里虽然有书单 还得带人去估计一下 那一屋子书 得用多少箱子装 去几辆卡车 得多少人搬运 他说 卡车 可以停在 大院东侧的门外 书呢 从藏书室的后门出去 免得兴师动众 他打算 一次搬完 两只大书厨 留下 书架子 他已经约定 卖给一个中学了 姚密说 还有我自己 留的一堆书呢 还知道 你不是说 都堆在 岩墙的地下吗 我把那两个书厨 给你留下 装你的那些书 问题是 你家那间 乱七八糟的小书 怎么布置 得预先挪出地方 搁那两个大书厨 你懂吗 书厨啊 得先进去 不然就挤不尽了 姚密为难地说 满屋子都是土 沈妈呢 老也不去收拾 得 你帮管了 罗厚 很爽气地说 我去找人收拾 不过书怎么整理 得你自己啊 我可是外行 姚密笑着说 当然 我自己来 不成 还叫你整理 罗厚说 你都甭管了 照常上你的班 反正你帮不了忙 我呢 也误不了事 我这里面啊 有一条妙计 闪电计 别让上海丫头知道了 去报告老河马啊 这又不是瞒人的事 也瞒不了啊 哼 老河马 准在算计那一屋子的书呢 我就给他一个 出奇不备 还有一句话 舅舅叫我转达的 给你们钱 别说不要 姚密郑重声明 书是捐赠的 妈妈绝不肯拿钱 给的不是书价 有别的名目 反正 你们收下就完了 我警告你 姚密啊 你以后 得多吃鸡鸭鱼肉 你再收下去 就变成鬼了 你太抠门 你再省钱 给妈妈买补药 你胡说 我才不胡说呢 我告诉你 这么办 正好叫老河马 没话可说 不能埋怨你 不把书 留给本单位 哼 给重价收买了 家里穷 要钱 怎么着 姚密忍笑说 你把我 当做老河马 练习吵架吗 练习吵架 罗后昂然说 不怕 即使当面 是真的老河马 我也绝不会 动手打他 他回身要走 姚密叫住了他 问朱千里 是否真的 什么都不要他干 罗后说 当然真的 姚密说 那么 我替你看的书 就不能做笔记了 我自己看着玩了 不过 我问你 你是怎么拍上他的 嗨 没做坏事 不过 帮他捣鬼 瞒着他夫人 为他挥了些钱 给他乡下的外事 他瞒着夫人 再赚稿费 这都是秘密啊 他不肯多说 忙着走了 姚密 等着姜密回来 他想看看书单 可是直到吃饭 姜密 没有回办公室 姚密回家找出钥匙 向妈妈 转述了 罗后的话 姚太太 接过钥匙 放在镜台上 慢慢地说 刚才啊 玉浩文来 说姜密 借了许许多多书 施尼娜说 研究用的书啊 没有限制 他们把书 不知藏在哪里了 没见姜密 拿出去一本书 只听见他们说 占有资料 取得主动 小组里露一手 他又听见 施尼娜 反复叮嘱方方 只说没有书 啊 没有就完了 他说 他们大概是 对付你的 姚太太知道 他们四个人的 两小组 姚密回家 都向妈妈讲过 这时 他吩咐女儿 且别到图书室 去讨没趣 儿 可恙 书室